这 这是作甚 姑娘请自重 我 我真的不能嫁给你 不 不是 我真的不能娶你啊 我只喜欢我们村的翠花 你就放过我吧 等等 你给我站住 你连这种阔色都收复不了 我看你是嫁不出去咯 这都第三个了 我能文能武 精通六意都被拒绝 这个世界曲夫也太难了 这次你又干什么了 把人吓成那样 我就徒手碎了一块山岩而已 男人不都喜欢让他们有安全感的女人吗 什么 山岩 还徒手 这哪个男人呢 这光山野岭的只有山岩 要不然 我能批的东西多着呢 重点是这个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说的那个秘密 我需要这么着急曲夫吗 我乃凤国女帝 楚西 凤国以女子为尊 女子是一家之主 凤国在我的治理下 国父名强 万民归顺 我仍请免政务 不敢有半分懈怠 万万没想到 竟然积劳成疾 提前驾工 不过我命不该绝 竟然到了一个叫大安国的陌生国度 在这个国度 我的名字也叫楚西 至于我身边的这只鹦鹉 叫007 它自称是蜀国进宫的宠物 卷了当朝太后的私房钱 趁着月灰风高 前逃出宫 救命啊 我这就救你下来 沙凉的小姑娘 谢谢你 你先走了 别吃我 我有一条消息 可保你逆天改命 事情是这样的 到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 我告诉你那个秘密 是为了让你尽快回复表明身份 顺便嫁个如意郎君 享受荣华富贵 所以你逆天改命 就是怂恶我去倒插门 你是妹子 妹子在这里只能在家相夫教子 不可能 建功立业 还是得我们女人来 男人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 好女儿不吃软饭 只要我娶个夫郎 让太后的如意算盘落空 我就可以安安心心 留在帝都发展事业了 算了 人鸟殊途 听不懂很正常 好吧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我喜欢肤白貌美大长腿 柳腰纤细 不看一窝的那种 啊 楚戏 小琪后面 干嘛 我还没说完呢 白衣飘飘青丝如沫 容颜一立军一出尘 所谓绝世美男 莫过于此呀 哈 站住 又是杀手 此路是我开 要想从此过 当我夫君来 啊 只是一个山野村妇 杀他只是徒增事端 险下我有伤在身 还是不要过多纠缠 速速离开我一秒 多谢姑娘厚爱 还请姑娘别为难在下 这小郎君不止长得好看 声音都是万里挑一的好听 强强名男 难道还要挑时候吗 姑娘请自重 在下有要事在身 还请姑娘放行 我也有要事在身 需要马上娶个男人 还请小郎君 行个方便 这就算接盖头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放肆 哪来的村妇 竟如此大胆 放肆 我活了两辈子 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 这女子的力气 竟然这么大 谁允许你碰我了 疯子 嫌弃我吗 蜀蜥 要不咱们就算了吧 好吧 既然她不愿意 谢谢姑娘放心 蜀蜥 你 都说了是强强 你不愿意也没用哦 这小郎君若不经风 以后怕是不好生养啊 谁 无胆鼠辈 还不现身吗 既然蜀蜥接住了我的剑 她是怪我 把你身后的人交出来 否则我们就 就怎样啊 别和她废话了 好 我们直接上 救死吧 我看中的夫郎 岂是你俩刁民 会变其余的吗 我真的不喜欢打男人 你们为什么总逼我做坏人 一边就好 初心 你 你想饶命啊 还不快滚 是是是 一个能打都没 你不是被家族抛弃的柔弱女子吗 怎么还随身带着武器 还那么能打 乱七八糟的画本少看 会拉低你的智商 那既然你如此彪悍 又找到自己心仪的小郎君 我岂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吗 不要看轻自己 你还是很有用的 你去给我找些麻绳 蜡烛 然后再到外面守着 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刻回来禀报 蜡烛 麻绳 你 你想干什么 你怎么还不出去 我还是在外面 老老实实忘风吧 不对 我为什么要心虚的出来 替他忘风 你要做什么 是那个小郎君的声音 蜡烛太可怕了 你瞎叫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那你拿鞭子 想做什么 你猜 我希望 你是拿他来抽陀螺 猜错了 他是用来 放陀螺的 雨血吐出来 舒服多了吧 气我 就是为了让我把 雨血吐出来 你面色苍白 一看就是 雨血于心肺 再不吐出来 会有性命危险的 是在讲误会姑娘了 若姐 姑娘你能不能先下去 哦 你紧张了 你害怕了 你先下去 我们已经成亲了 你怎么还这么害羞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小郎君看着柔顺 力气倒挺大的 幸好 我准备了蒙汉药 这小郎君 惹了什么麻烦人物呀 这是血吗 恒糖鸡蛋水 这是要补血的吗 那个小郎君 未免也太惨了吧 醒了 来喝点红糖水 你失血太多了 我的衣服呢 男女受受不欠 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 等等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原来又是在家误会了 嗨 你是我的人 救你是天经地义了 不 你慢点喝 别呛着 小心伤口裂开 可及是娘胎里带的毛病 春日总爱发作 有老姑娘费心 放心 我不会因此嫌弃你的 凡是我的夫君 我都爱护有加 是吗 那如此就多谢 什么时候答应到你夫君的 我英雄救美 你以身相许 画本小说不都这么演的吗 你别那么激动嘛 万一气晕 岂不是助我一臂之力吗 简直是不可怜 你真晕啊 小狼君 快醒醒 小狼君 快醒醒 醒 醒醒 打都打不行 这时候 是不是应该做人工呼吸 现在突然要和小狼君接吻 内心还有点小紧张 你要做什么 什么人 楚心 丑家找上门了 快跑啊 吵什么吵 人都杀到床边了 你才来报信 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还是个宝宝 我这就滚出去 看什么看 没见过淑女吗 主 主子 属下失职 请主子责罚 属下 属下什么都没看到 主人 喊你的 这小狼君的身份 还真不简单 是我的侍卫 身为护卫 让主子受伤不说 还让他带伤落单 至少一个时辰 属下退开万死 此事不怪他 都起来吧 你平时就是这么欲下的 怪不得养出一帮废物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再想牧尺难忘 也是时候和姑娘辞行 你要走了 我好不容易去到一个如鱼老君 都还没牵手 约会亲亲 你怎么可以走 小伙子 姑娘一定会当成所缘的 我不要下辈子 我要这辈子 我要立刻现在马上 不对 委屈姑娘将性命留下 免得你出去乱说 你竟然想谋杀亲妻 没有三没六聘 也没拜堂成亲 亲妻 不过是你的妄想罢了 念在你救我余命 我可以让你死得没有痛苦 我如今落魄 确实给不了你这些 先请我 好快 居然突破了室尾的围攻 住手 你要做什么 放开我家主子 有什么冲我来 你要杀我吗 你记住 我叫楚西 楚西在此立誓 定会八台大轿 十里红庄 迎你过门 此生不复 他竟然 竟然敢亲主子 抱过摸过 看过亲过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楚西姑娘 你喜欢千刀万剐 还是五马分尸 哦 主子杀起好重 这姑娘 今天死定了 我不喜欢千刀万剐 也不喜欢五马分尸 我 喜欢你 死到临头了 他居然还笑得出来 我说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蛇仙美人 招惹蛇蝎 可是会送命的 可招惹主子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你也是身不由己罢了 我要杀你 你不恨我 你随便出个门就有刺客暗杀 可以想象平日里 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想杀我 说到底 也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 蝎致 抽cing 亏我一直把你当情人 你要杀我 你敢杀我 罪臣楚涵 意图谋反 罪大恶极 你已经杀绝了皇室血脉 如今连亲妹妹都不放过 怕 展力绝 初心 我诅咒你 万寿无疆 拥有万里江山 坐享百年孤独 此生不得所爱 世上有太多的无可奈何 太多的身不由己 难心险恶 若是不够狠 就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什么比自己活着更重要 你要杀我 我不怪你 也不怨你 你 动手吧 算了 你救我一命 我饶你一命 记住 我们互不相欠了 等等 蜀蜥姑娘 还有何事 等你身体好起来 我一定上门提亲 蜀蜥姑娘 以后切记 谨言慎行 你没拒绝 就是答应了 小狼军 你记住了 只要有我在 这个世上 就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 不必 但是要查清楚他的身份 走吧 哪里还能抢到貌美如花的小狼军 小狼军才刚走 你这建议四千也太快了吧 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楚家 也该来人了 办事利落着点 快点搬 我们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府呢 这位嬷嬷 你是谁 为何要搬我的东西 快点搬 几只破匣子也值得你小心翼翼捧着 居然无视你 楚家这是要给你一个下马威啊 好 很好 都给我住手 谁准你们动我的东西了 大小姐 老奴是奉老夫人之命接你回去 自然要帮你收拾收拾 收拾收拾 我的破匣子金贵着呢 碰坏了 你赔得起吗 一个荒山野岭长大的乡下丫头 也敢摆千金小姐的臭架子 是老奴失言了 这要是遇上个私房丰厚的主子 也不知道要被魅下多少 老奴这么多年一直忠心耿耿伺候老夫人 大小姐说话免礼带刺的 可不中听 煽动主子物品还敢顶嘴 楚家如果连下人的管教不好 何以为官 这丫头居然把一件小事和官场联系在一起了 如果宣扬出去影响老爷仕途 老夫人绝对饶不了我 我这是忙糊涂了 才无心顶撞了小姐 老奴知错了 错了 就只会用嘴说 家法伺候 老奴错了 请小姐原谅 楚心 真有你的呀 我还以为你会动手打他呢 收拾一个狗眼看人低的嬷嬷 哪还用得着亲自动手 既然楚家会派人来接我 说明赏花宴的消息 已经从宫里传到楚家了 我是躲不过了 不如直面迎击 哇 街上好多男子泡头露面 民风好开放呀 救命啊 让开 都让开 天子脚下居然闹事纵马 玩这种草菅人命的把戏 小姐 你要去哪儿 什么人 这位小少爷 你家里人没教你 闹事纵马是犯法的吗 是这马兽精 不对 小爷就喜欢闹事纵马 关你什么事 都转开 救命啊 都转开 大少爷 那不是大少爷吗 天哪 快来人 大少爷 这纵马少年 原来是我哥呀 我 坐稳 让你看看什么教训马 别当吗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去 你想摔死就闭嘴 你做什么东西 敢教训我 跟男人讲道理 真是讲不通 你太碍事了 那是谁家的姑娘 这么有本事 差点就撞到那个小孩了 人少无大命大 好险 你这个女人 居然敢把我扔下去 你死定了 哥 都是一家人 就别计较这么多了 这什么哥 你喊我祖宗都没有 大小姐 被托拽在马后面的那个 才是你哥 好丑啊 哥 你没事吧 谁让你救我的 够拿耗子多管鞋事 好心当成驴肝肺 呸 你要是这么想死 我也可以送你一程 大小姐 时辰不早了 我们还是快走吧 行 少爷您小心 扔子我了 你就想这样一走了之 差点忘了 还有你 我可是永明侯府的小侯爷沐横 惹到我 你可是 我对你负责 妹人 你可以给我当替补夫君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是羞辱我像个娘们吗 不能再游戏了 我姓楚灵溪 改日 定上门提亲 大小姐回府了 老奴是府上的管家曹梁 您若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老奴 我仍安排您 住在摘星阁 十分雅致清静 多谢曹管家 这摘星阁雅致是真雅致 冷屁也是真的冷屁 给大小姐请安 这是红香和碧水 以后尽管吩咐他们 至于彩莲那丫头啊 就让她暂时管着摘星阁的事儿吧 彩莲是谁 大小姐 彩莲是您的贴身丫头 她每个月按时上门要钱 从不迟到 半个月前才上门要过钱的呀 要钱从不迟到 听起来好像是个人才啊 老夫人 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 楚心那丫丫头 从小就不是个好相遇的 如今倒是更厉害了 她哪是打王嬷嬷 是故意打您的脸呢 看她那个丫头 采莲破辣的模样 就知道她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哼 如今寄回了府 吴敬祖母自然是要处置的 且看那件事 结果如何吧 哼 总算活过来了 小姐 用碗膳了 唉 饿死了 终于可以吃饭了 小姐请慢用 只可惜这两个丫头 入府才四五年 他们也不知道当年园主 为何被送到尼固庵 算了 想那么多也没用 还是先吃饭吧 小姐 你 开胃菜挺好吃的 就是有点少 可以上正餐了 小姐 您吃的就是正餐 而且还是三个人的量 所以 我连你们俩的饭也吃了 是 每样菜就三口的量 装饭的碗还没有茶杯大 这哪个女人能吃饱 唉 那让厨房重新再做一份吧 听说府里来了贵客 厨房这会儿正忙做一团 还是顾不上咱们这头 正餐吃不饱 厨房又不给做 主子 只能自力更生了 院子里有不少枯树枝 你们俩生个火 我一会就回来 对不住啊兄弟 我也不想杀你 我是被逼无奈 受死吧 有刺客 哪有刺客 等等 什 什么情况啊 手持利器 再次鬼鬼祟祟 你看就不是好人 我说我只是在这儿杀鱼 你们信吗 唉 啊 你说我们信不信啊 我只是在自己家 杀自家养的鱼 犯法吗 说起来 你们四个有点眼熟 不得对姑娘无礼 都退下吧 小狼君 我与姑娘真有缘 那是当然 我们俩可是要过一辈子的 姑娘是一点没变 这是遇到故人了吗 这位姑娘是谁 可否介绍给老夫认识认识 这位老人家估计就是小狼君的爹 想娶到小狼君 我必须攻略老丈人才行 不负你好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客气客气 不知姑娘是 啊 在下楚心 是楚家的长女 您是 小狼君的爹吧 楚家长女 楚姑娘 这位是你爹 不是我爹 是汐儿啊 长成大姑娘了 为父都认不出来了 你看这是闹的 确实是呢 女儿拜见爹爹 这爹当的也太不靠谱了吧 连自己女儿都不认识 快起来快起来 汐儿 你在这儿是 肚子饿了 想吃烤鱼 原来是饿了 那不如让小女和爹 和六爷一起用膳 不知六爷是否介意 姑娘介意吗 我倒是没什么介意的 不过与未婚小狼君同习 容易坏人家鸣解 爹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爹不想让我入宫 所以特意找了个漂亮的小狼君 来和我相亲 爹你太靠谱了 连选人的眼光都和我一样 怎么突然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别愣着了 快走吧 西丫头 怎么了 你知道为父为何把你接回来吗 就是赏花宴的事 你知道吗 我应该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前阵子 贵妃所出的七皇子成年 册封月王 太后不悦贵妃势力作大 私下命人将七皇子生成八字 递交四天间国师策算 结果国师只说了十二个字 作为女命 鸾凤高飞 君临天下 可惜那个七皇子是男的 不过 这和太后有什么关系 又和我有什么关系 太后老谋深算 秘密调出户部的卷宗 查找生成八字 跟七皇子相同的姑娘 很不幸 我很幸运的是 你就是那个跟七皇子 差不多同时出生的姑娘 太后看中你的富贵命格 所以借赏花宴为由 想把你许配给 她亲自抚养的六皇子为妻 主席 你又享福了 这件绝没有这么简单 这滩浑水 还是少千成为妙 我只能 提前抢一个小狼军回来 粉碎太后的希望 西丫头 你认不认识前面那位爷 我们俩之前就只见过一面 爹 你能帮我查查他的身份吗 我想早点把亲事定下来 亲事 那可是陈王啊 太后亲自抚养的六皇子 西丫头是怎么认识他 我懂了 二人虐恋情深千百遍 王爷请你要关头公公身份 保护了女主 定护你一世周全 哦 没想到也喜欢玩这种 接地气的戏码 那我就帮他隐瞒身份 让他演完这场戏 爹 你在想什么呢 笑得好奇怪 没事没事 怪不得太后突然下帖 秦楚西赏话 怪不得陈王今天突然来访 原来他俩早就私定了终身呢 列祖列宗 我们楚家就要成为皇亲国戚了 提轻的是好说好说 他在家杭六 比你大几岁 你叫他六郎吧 六郎 媳妹 这称呼太带感了 最近公布查出一宗 官员与户部联手 谈谋工程款的陈年旧案 这称呼不好吗 楚修远当时任户部郎中 那批银子又是从他手上出来的 他十有八九逃不了干系 今日来访 先探探他的口风 若他失去 就受为己用 若不失去 为战草除根 春寒料鞘 在暖阁用餐正好 六爷里面请 快把暖炉拿出去 他闻不得这个味儿 快来人 暖炉搬出去 窗户打开通风 楚西姑娘 真是细心 对自己的男人细心是应该的 你好点了吗 喝点茶吧 突然觉得自己很多鱼啊 我今日前来 是有些事情要请教楚大人 六爷您说 我一定配合 堂堂堂陈王居然对我如此客气 他今天一定是来向我这个老丈人摊牌的 我要查楚修远的案子 他反而 有点兴高采烈 楚大人知道我要问什么 哼 我猜到了 太后的赏花眼表面上名门闺秀众多 实际上恐怕早就内定了楚西 其实看不看得上都是那么回事 反正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说得太直白了 这不是事实吗 这父女俩究竟想干什么 是想用美人计吗 小郎君 你觉得 我怎么样 如果今天相亲成功 我就不用进宫参加什么赏花宴了吧 果然是没人计 楚修远居然出此下策 他和案子的建成果然不小 楚大人 您没什么想说的吗 六爷做主就好 只要您觉得想你何心意 我这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爹很开明的 虽然我俩属于私定终身 但他对你不会有任何成绩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听起来像是要卖女求荣投靠我 但是又感觉哪里不对 楚大人 我能单独和令员谈谈 楚修远实在老见惧化 楚修远姑娘倒是单纯 也许从她身上能问出点什么 姑娘寡吏共处一世 属于坏了 丑丫头的名声吧 爹先下去吧 让下面的人闭紧嘴巴就好 好吧 菜都凉了 咱们边吃边聊 楚修远姑娘 据我所知 你好像一直住在白鲁庵 以前是不是从来没有下过山 以前的事我记不清了 前几天我爬树 不小心摔下来 就失忆了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太过惊事害俗 我还是装失忆吧 我本以为他是从里下山 所以不通世俗 没想到是因为把脑子摔坏了 倒是个可怜人 楚修姑娘 你有没有想过 你爹突然接你回来 有别的目的 我姑且相信他是对我好的吧 毕竟他费心地安排了 你跟我相亲 相亲 你一直以为自己 是在和我相亲 原来如此 楚修远试图用美人计 来掩盖自己的案子 所以骗楚修说 是来和我相亲 这一切就都想通了 连自己生病的女儿 都要利用 她的良心就不会痛 姑娘对我有救命志 若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 尽管开口 真的吗 我说什么你都答应吗 那就要看姑娘想要什么了 我想 扒掉你的衣服看看 你又来 里面怎么这么大动静 放开我 不会出什么事吧 别那么举手 能出什么事 这是不是你射的圈套 怎么成我射的圈套了 楚修姑娘 你不要这样 别躲嘛 我不能坐视不管了 殿下 我来救你 你 妖女 要对我家主子做什么 你 你 你把剑做什么 这事明明是我家西丫头吃亏 你看啊 我说的没错吧 东阳 休要胡说 今日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别坏了姑娘的名声 竹子你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别挣扎了 让我看看你胸口的红痕 红痕 你把我衣服是因为这个 嗯 我担心是上次见伤 余毒未清 所以想看看伤口恢复的怎么样 不过你有洁癖 根本不让任何人碰 楚修姑娘真是细心 她居然知道我有洁癖 是蜂蜜 我不能使蜂蜜 一碰就浑身起红疹 你是有意毒害 哎不是 蜂蜜平传润肺 我才特意吩咐厨房 多用了些在菜里啊 楚大人不必担忧 这红痕也不是什么大事 是两剂药也就好了 鸥头一次登门 就出了这样的事 是臣 在下招待不周 啊 又要走了吗 您客气了 今日天色不早 我先行告辞 楚修远政绩一直不错 没什么误点 更谈不上跟谁结党隐私 只是总说些 模棱两可的话 让人捉目不透 不过从她的举动来看 倒有几分投诚的味道 至于楚西 我会守护你一生一世 只要有我在 就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 活了那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说 想要保护我呢 西丫头 你说咱们今天 是不是没招待好六爷 以后都是一家人 想这么多干什么 你过几日就去下聘吧 早点娶回来 你这么着急干嘛 最起码得等赏花宴过后啊 那就更应该早点给我定亲 万一赏花宴上 那个什么陈王 看中我怎么办 陈王当然会看中你 毕竟六爷就是陈王 嘿嘿 这次接到帖子的名门闺秀 一共有二十多个 你身份最低 年纪最大 也没读过什么书 除非太后和陈王眼睛瞎了 否则不会挑你 等等 不是单独挑我一个 虽然陈王不得陛下圣心 但也是太后捧在手里养大的 哈选妃 怎么可能单独指定一人 我只是候选人之一 而且还是条件最差的那种 我是不是变得有点过分了 爹 什么事 你说 以后饭做多一点 不然我吃不饱 陈王到底看上他什么 再推高一点 大妹妹可好 大妹妹 你 你还记得我吗 这不是那个被拖在马后的胖子大哥吗 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天是大哥不好 大哥不该兄妹妹的 大哥带你去踏青打球玩 你看可好 好呀 我这么无聊想出去站着呢 小姐 爽快 那吃过午饭 我就来接妹妹啊 一言为定 小姐 我总觉得这事不妥 要不咱们不去了吧 怕什么 是人是鬼 总要相处之后才知道 听说了吗 楚达呆子 今儿可会把他妹子带来马场 他怎么突然想到把贵方小姐带到这地方来 还不是楚玉红投壶书给了沐小侯爷 因为我没钱 资源被拖在马后游街 赌约没完成 这不就欠了沐小侯爷一个债吗 各位公子有礼了 在下楚西 今日跟着兄长来见见世面 不会冒犯各位吧 这 你们要的人我带来了 赌约一笔勾销 什么赌约 没想到 这么快又见面了吧 不关我的事 别看我 说的就是你 还想装不认识吗 实在不好意思 我前阵子摔到脑袋 失忆了 你骗鬼呢 昨天干的事 今天就忘了 原来是你 我一时没认出来 什么情况 吃过吃过 糟了 说好负责我完全忘记了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很好 你又羞辱了我一次 来人 牵我的马来 我们正大光明赛一场马 若是输了 你就给我跪下 磕三个想逃 一定要这样吗 昨日是我不对 我向你赔罪 别生气了 好吗 不敢了 那就现在 给我磕三个头 我怕你输了哭鼻子 你 今天我跟你笔定了 我怕你 孟兄这是认真起来了呀 很少见他这么生气 就没完没了 有好戏看咯 看到那根棋杆没有 以棋杆为界绕圈 谁先跑完十圈谁赢 真拿你没办法 说好了 说了不许哭啊 来来来 沐兄赢一赔一 我让沐昂一赔三 我也是 赶紧下重 我也是 预备 好 啪 啪 想赢我 下辈子吧 惹到沐小侯爷 这个楚西 真可怜啊 那个楚西 拿着弓箭做什么 他居然 是和沐兄比骑射 这么远的距离命中 沐昂怕是都做不到 这女人搞什么 比的是赛马 又不是骑射 什么 楚西超过了沐昂 他还在射 这个女人 可恶 这不一定 沐昂说了 怎么会这样 不错嘛 离起我 也只缠那么一点 你到底还要羞辱我 多少次才罢休 这邓海真够能躲 我们联手抓了这么久 愣是抓不到 邓海知道 他主子想要他的性命 自然要藏严实 老大为了按下此事 不惜劫杀你 可见这个贪谋 按水深圳 咱们一定要紧咬着不放 乘是让他和老三撕起来 他们谁跟谁撕起来 关我什么事 对了 听说你们大理寺 有个叫裴子明的 不错 七品大理寺城 是个有锐气的年轻人 怎么 你想用他 他是楚修远的小舅子 楚西的亲舅舅 祸补的那个楚修远 楚西又是谁 表哥 表少爷您不能进去 殿下抱歉 听声音像是我表弟沐昂 无妨 你去看看吧 大少爷正在见客 沐昂 你们真的不能进去 真是月大 越没规矩 表哥 布大哥 我听个亲娘 布大哥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 我不是能处修远家的那个楚西 他简直不是人 你干他给我打的 你们十几个人去找麻烦 还被他一个人打成这副模样 你们可真有出息 我们就想给他点教训 谁知道他 能把这帮顽固子弟整成这样 这个楚西是哪路神仙 楚西太嚣张了 表哥 你一定要帮我杀杀他的威风 行了行了多大人了 怎么还和小孩一样 这事我得考虑考虑 我还有事 你们先回去 能把沐横收拾成这样 这楚西公子只怕是个将才呢 不如殿下收为己用 我来出手 帮您试试他的文才如何 不必了 对上这个人 你不论输赢都是自讨媒趣 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我并无此意 可恶 我好奇了 我一定要会回那位楚西公子 娘 奶奶 你这是怎么了 我的鬼孙啊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都不叫了 是楚西 谁给你的胆子 看后打他少爷 哪来的狗乱叫 我没人管管 吴姨你要是测试 你还是放尊重一些吧 恨我不撕赖你的嘴 他再万拿我当赔偿抵押堵住 我打他一顿已经算轻的了 你不要仗着要去赏花叶 就肆意妄为 就算你被太后看重 府里也轮不到你说话惯事 红儿是楚家独苗 说他有个三长两短 看我不接了你的皮 我是楚家嫡长女 楚家传宗皆大 不应该看我吗 小姐 你别再说了 哼 我就说他脑子不正常吧 不是啊 这赔钱货是想当男子想疯了 赔钱货 你在说什么啊 一个丫头骗子 可不是赔钱货嘛 你还能鼎立门户 出疆入巷不成 与人鼎立门户出疆入巷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小姐 你好好给大少爷道个歉就没事了 说我奉国正好相反啊 千万别再惹祸了 哼 从古至今 就没见过哪个女子像你这样无法无天 换赵家规 罚你磕三十个想偷 小姐 扶我回去 我有些头疼 站住啊 没听见你二娘说的话吗 让我跪下磕头 凭你们也配 来人 把楚西押到祠堂 换着他磕一百个响头 娘 咱们家的家丁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说奉国是女尊男卑的话 那这里 应该就是男尊女卑 那我就不能读书当官 甚至不能轻易抛头露面 只能困在这高墙内 标词一生 我也没有选择自己夫郎的权利 更别提取小郎君了 可恶 我不甘心 这怎能让我甘心 我堂堂复国女帝 绝不会任人摆布 楚西 我回来了 打探个消息 怎么用了那么久 我在楚府上下 绕了八百多圈 行了 快说重点 重点就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 快逃 这楚家上下 没一个好东西 你还是快逃吧 你生母陪侍娘家顶圣时 和楚修园定了娃娃亲 后来陪家败落 楚老夫人嫌弃陪侍出身低微 但碍于情面不能退婚 只能勉强迎进门 陪侍身体不好 过门三四年都未见有孕 楚老夫人就把自己轻侄女 无事接来给楚修园 无事没多久 就生下了楚玉红 母平子贵 无事接管家中大小事物之后 以无所出为由 逼迫楚修园 休掉陪侍 然而就在此时 陪侍查出怀有生育 几月后 陪侍在白鲁庵上香还愿时 早产生下了你 无事因扶着孟岁 而记恨于你 把你赶到白鲁庵 而陪侍把你交给姓钱的奶娘后 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你 他们如此对我 就 只因为我是女儿吗 在凤国 能生下女儿 是无上的荣耀 在这 却被嫌弃至此 你的奶娘前世身体不好 回家养老去了 不过她有个女儿 叫彩莲 是你的丫鬟 无事经常刻扣你的用度 彩莲每每都拎着菜刀 上府叫骂 逼她把钱补齐 这个彩莲倒是有点意思 那她人现在在哪里 在 讨厌了 公子 来玩呀 哎呀 奴家的帕子 姐姐莫慌 我捡到了 那就烦请公子送上来 父亲燕 你为什么这么熟练 平日没少来吧 殿下 这是执行公务 不得已 不得已嘛 你确定邓海藏身于此吗 消息绝对可靠 我已经安排人手包围碎红楼 就等于我了 王爷啊 诶 戏台上怎么是两个男子 这是什么戏 温柔抱亲 呛少亲 公子好好的 怎么呛住了 快来人 带公子去换身衣服 就是这儿了 这里这么大 我要怎么找 我去问问附近的麻雀 你在这儿稍等我一会儿 好 妙笔书生来了 妙笔书生 何把先生盼来了 等您很久了 让大家就等了 这是姑娘要的书 我写好了 我还不是把您写的书呢 多谢大家的爱 记得把稿费给我结一下哦 诶 那个人 楚戏 找到了 在四楼 快带我去 就在这里面 来了 彩莲是园主从小一起长大的天生丫鬟 她如果发现我不是园主 我要怎么解释 楚戏 想什么呢 快进去救彩莲呀 住手 放开那个 怎么哪儿都有的 静雁 你先去 这里交给我 好 楚戏姑娘一桩前来这种地方 未免太过胡闹了 你凶什么凶啊 抱歉 情急之下 在下话说得重了些 被我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竟让你如此情急 不 啊 你的脑子里为什么总是在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要我向你证明 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吗 你想怎 怎么证明啊 来吧 这么主动 不太好吧 是让你摸我的衣服 你想什么呢 啊 衣服是湿的 怎么回事 我们因公事来此 不小心弄湿了衣服 所以在此更换 你若不信 那用你想的办法来证明也可以 哎 我信了我信了 不用证明了 哎 怎么回事 心跳得好快 脸也发烫 我怎么这么湿探 楚戏姑娘又是为何来此 我来找我的侍女彩莲 听说她被卖到这里来了 彩莲 你说的是这个姑娘吗 顾大人 别动了 邓海将走后面 进翠红楼 被我们蹲点的一旁了 不要声张 把人带回大理寺审问 你们先带人回去 我去回禀殿下 是 谭木案牵连众多 要和殿下好好商议 如何审问邓海才是 啊 小心 让开啊 哎呦 你瞎了吗 杜人你让开 让开了还往上撞 我的钱 是在下想是想得入室 我的钱 公子你没事吧 遭到人了 邻居道歉都没有 什么人啊 哦 对不起对不起 我来帮你捡 这人好凶啊 明明是她先撞过来的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 我的新书全弄脏了 你要陪我 这本书是 这人都折脚了 说怎么了 他 他 他 哦 明白 嘿 二两银子一杯 谢谢慧顾 什么愧吗 啊等等 这不是重点 你认识妙笔书生吗 我就是啊 怎么了 小姚签名 一个读书人 去写这些乌颜昏语 赚黑心银子 你不觉得羞耻吗 哪有于你何干 我 我 我不能让你侮辱了读书人的名声 可是 我不是读书人啊 我只是认识几个字 卖卖书 混口饭吃而已 你是家境贫寒吗 想读书的话 我可以帮你 你好烦啊 我不想念书 公子 公子若能读两年正经书 考个功名 岂不比写这些书好吗 我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公子等等 我还没说完 你再疯我了 最烦你们这些啰哩啰嗦的读书人了 这家伙还带了不少钱呢 书给你留下 钱我就自取了 告辞了 你说的彩莲 是这位姑娘吗 看起来是了 她怎么会昏迷 你对她做了什么 她突然手拿两把菜刀闯进来 我的侍卫以为是刺客 就把她打晕了 彩莲 醒醒 我们回家了 此事是在下管教部研制过 在下愿送楚西姑娘和彩莲姑娘回家 并且大夫前来医治 楚西姑娘 请 你俩坐后面 明白 楚西姑娘 我带彩莲姑娘 坐后面那辆宽敞的马车 让她舒服着她 那好吧 为什么小郎君如此自然的 就和我挤了一辆马车 这里是男人做主的世界 那我之前对小郎君说的话 做的是 会被他当成傻子的吧 想想真是丢死人了 楚西姑娘为何面带丑容 可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我之前不想参加陈王选妃 把自己嫁掉 这才遇上你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逃不掉 哦 是吗 那你觉得陈王如何 传闻她是个又老又丑的废物 你怎么突然又开始咳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窗外 对了 身世这么久 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呢 楚秀远没告诉你 我叫什么吗 我爹只说 你是他朋友的儿子 我也让零零七去打听了 结果一无所获 其实我 有刺客 保护主子 这里是京城 怎么会还有刺客 出去看看 怎么回事 那刺客 好像不是冲我们来的 是冲彩莲姑娘去的 瞎了你的狗眼 整点暴力的 让姑奶奶好欺负呢 不好 人醒了 还是先撤吧 别让我再遇到你 你的妖魂很凶啊 好像是有点 彩莲姑娘 你没事吧 兄弟 你能不能解释解释 我好专专在催红楼 姑娘 刀 刀下留人啊 彩莲 不得无礼 我 我是小姐呀 她不会识破了 我是冲牌货吧 小姐 小姐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这几天脑袋被磕了一下 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娘过世后 哥哥竟然拿我地赌债 就把我卖到了那里 那姑娘又为何到我房中 欲行不轨 这人是谁 我相好 长得还行 我逃跑时 听到有人骂楚希什么的 就跟着她进了房间 然后就被打晕了 孟东阳 主子饶命 是属下肚嘴抱怨 然后又打悠了采凉姑娘 属下肚嘴抱怨 你说的可是真的 这句属实 今晚的翠红楼当真热闹 收下回城路上 看到一位姑娘身上 带着一块玉佩 和大人您身上的似乎一模一样 不过夜太黑 那姑娘又拿着两把菜刀 实属凶悍 属下也没能看清 知道了 背马 我要入宫 郑大人 不是咱家不让您进去 而是贵妃娘娘 现在实在没空见您 娘娘出什么事了吗 倒不是娘娘 而是七皇子 七皇子因为一盏琉璃灯 就处死了一名宫女 皇上大怒 娘娘正忙着安抚呢 所以啊 您还是等明天再来吧 好吧 多谢公公了 我上来了 你小点 别被发现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还是第一次翻墙回家呢 姑娘安全到家 在下就放心了 不知下次再见 是什么时候了 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字呢 我与姑娘很快就会再见 到时我定会告诉姑娘 我的名字 好 一言为定 事情都解决了 睡觉睡觉 小姐 有个事我想问你 什么事 你说 这是 你是谁 你 你在说什么 我是你家小姐啊 如果你不说实话 我现在就喊人过来逐一对证 要试试吗 如果你不说实话 我现在就喊人过来逐一对证 不用了 我知道可能瞒不住你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穿包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家小姐 我没有冒充 我就是楚西 但是 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楚西 无名楚西 是凤国长公主之女 皇上之孙 正统的皇太女 十岁时 姐姐 长公主府被诬陷造反 母亲被处死 我和妹妹 则被发配到矿场做苦力 十五岁时 皇祖母去世 我作为第一双位继承人 又被穿上龙袍 送回了皇宫 真让人难以置信 那后来呢 我亲妹妹勾结我的皇后 逆谋造反 我把他们都处死了 陛下 权力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竟然连自己的亲妹妹 都能下得了手 不是的 你听朕解释 对你太失望了 玉云生 你给这儿站住 你又命令我 我告诉你 权力在我这儿 不能代表一切 别走 别走 后来 我因为心病 没过两年就死了 带劲儿 抽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带什么劲 不 不大人 都这么久了 邓海怎么还没找 回大人 弟兄们能用的都用了 这小子是块硬骨头 一个字都不肯说 大人 这小子都不成人形了 再打下去就要死了 那就打死 不开口说话的活人 和死人有什么区别 不轻炎 不轻炎 你敢 杀我 有何不敢 柳 柳皇子 我押送你回京 谁有胆量敢在半路截杀我 你逃走后 躲哪儿见谁 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殿下 好一个忠心的好奴才 你以为是谁命我调查此事的 你以为推出个审核 我就不知道你背后的主子 是我大哥 闲王殿下吗 这个邓涵 罪也太硬了 我大哥沿路派人追杀 也就是料到了 我们马上要查到他了 东阳 你退下吧 我和傅大人还有事要谈 是 主子 什么事情 神神秘密的 你觉得那日闯进青楼的楚西姑娘如何 楚西姑娘 她是户部侍郎楚修远的长女 之前在白罗湾救我一命的人 就是她 啊 原来是她呀 她就是你说的口出狂言 硬要娶你的疯女人吗 别说了 听闻她也在太后赏花艳的名单之内 与其被太后安排娶一个大家闺秀 倒不如选个有趣的女子有意思 那她恐怕就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人了 春困秋乏呀 小姐的月钱是二两 还一人要吃三人的分力 折合银钱应该是 大早上在这捣鼓什么呢 小姐 你来得正好 小姐 这是你这段时间的开销 你自己看看有没有错漏 用人不疑 我相信你 重点是 你竟然开销五十两 去买这种无关紧要的杂书 那个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 买点书看看有问题吗 这种本子老爷书房里多的是 用得着买吗 这便宜爹的嗜好 这么奇怪吗 老爷吩咐了 大小姐您想借书就随意吧 多谢曹管家了 便宜爹不愧是晋氏出身 藏书还真不少 妹妹竟不知姐姐在此 打扰姐姐了 楚燕见过姐姐 不算打扰 我正准备走 姐姐还是挑几本画本看吧 不劳费心了 我就喜欢这本 你自便吧 我先走一步了 原来姐姐是会读书的 我还以为香野村妇 一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有的香野村妇 谁的两个字 便当自己是千金小姐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娘无事 并非正妻吧 在我们府里 可是二夫人当家 敢得罪我们小姐 可没捏好果子去 你算哪根葱 还这么跟我们家小姐说话 彩灵 你怎么来了 这星哥有客人 我来寻小姐你 再敢乱说话 都让你们瞧瞧我切葱的功夫 姐姐 清禾若有得罪之处 你冲我来 何必为难她一个小丫头 身为官宦之女 不好好读书 却热衷于挑弄是非 我看你 简直是无药可救了 清禾若有得罪之处 你冲我来 何必为难她一个小丫头 身为官宦之女 不好好读书 却热衷于挑弄是非 我看你 简直是无药可救了 她既然爱跪 就让她跪着吧 我们走 可恶 这个楚戏居然这么厉害 小姐 论嘴炮和武力值 你都赢不过 毕竟少爷都被她打过呢 怕什么 我这就去求祖母为我做主 我还有千般手段 没使出来呢 说来客人了 是谁啊 是你亲妹妹楚月小姐 啊 我还有个亲妹妹 难道老天是看我上辈子重判清离 这辈子加大力度补偿我吗 姐姐 月儿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哦 是时候展现我作为长姐的和蔼可亲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月儿吧 上次见你时 你还只是个小屁孩 现在都 小姐 你刚出生就被抱去白鲁安了 第一次见月小姐 啊 哈哈哈哈 原来是第一次见了 下次这种重要的事你早点说呀 我能听见的 既然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就不做什么姐妹情深了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这里面是母亲亲手做的一些绣品 还让你拿去送给祖母 二姐 让你好好跟他们相处 啊 怕是用不着了 恐怕这些人我早都醉变了 大小姐在吗 老夫人请您即刻去浅厅问话 你看啊 这要不就找上门来了吗 祖母 你要替燕儿做主啊 鬼妮 可怜的燕儿 你看看 祖母一定帮你好好教训她 大张旗鼓叫我来 有事吗 没教养的野丫头 居然敢殴打你妹妹 我打你了吗 我爸姐姐看不懂史书 好意提醒了她一句 没想到姐姐她 西丫头 大人就是你的不对了呀 我以为多大点事呢 楚西这就来向妹妹解释明白 我觉得这样解释最快了 祖母 我的燕儿 快让祖母看看 你这死丫头 西丫头 你这样太过分了 这位明察秋毫的楚大人 您看清楚 这两个印子是一个人打出来的吗 确实不太一样啊 左边的手掌明显大一些 种的也更高一些 楚大人 你可知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者 先骑其家 其家如此 难怪您在朝堂数十载 依旧是个 小小三品侍郎 刚刚是爹爹没搞清楚 误会你了 可是朝堂之事复杂多变 一个小小女子 其懂其中深意呀 哦 那我倒要问问楚大人 邓海之事 你欲如何解决 你 你是从何 是这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六爷告诉你的吧 哈哈哈哈 果然是如胶似漆 连这等密室也告诉你 哈哈哈哈 爹 注意影响 看来小郎君去翠红楼 应该是为了调查此事 对了小姐 我在你相好房外 听到他们好像是来找人的 找什么人 好像是一个叫邓海的 听说他在户部 贪了功臣银钱 话说 老爷不就是户部侍郎吗 户部贪污 如果你没掺和 那就回去查查账目 再找机会让陛下 看到你的能力和人品 如果你参与了 唯有做假账 我推卸责任 尾巴实在收不干净 就只能断尾求生 这话 也是六爷教你的 他 他是想让我去争上书一职 这么好的机会 摆在眼前不争取 还需要别人教吗 老爷 这个丫头都快骑到我们娘俩的头上了 老爷你还不管管吗 要不 你先把这事解决 这 依我看 西丫头 依你之见 这事该如何处理 教育子女成才 好像不是我的义务吧 今天你糊涂了吗 你好歹也是 储家的嫡长女 现在就到了你替为父分忧的时候了 依我看 依我看 不说成才 还是先教会他们做人吧 嗯 那就先请个先生回来 也好收收玉红的心 几个姑娘就请个教养嬷嬷吧 教教规矩 学学插花什么的 采怜姐姐 你小声点啊 哎 什么小姐不见了 刚刚还在啊 你们两个 在这鬼鬼祟祟干嘛呢 是小姐啊 吓我一跳 我们不是担心你吗 月儿 你也是个官家大小姐 说话做事 也该有自己的气度了 姐姐 姐姐 我也想念书 我也想像姐姐这样有本事 不看别人的脸色而活 姐姐 我也想念书 我也想像姐姐这样有本事 不看别人的脸色而活 哟 我倒是小瞧她 好 明天就给你找个书院 其实我有偷偷考过书院 结果先生说不收女学生 对了 我都忘了这个世界 只有男人才能读书 才能建功立业了 放心吧 姐姐一定帮你找到最好的书院上 毕竟你姐姐我可是 楚心 这还没到年关呢 而且我最近手头不宽裕 你行此大礼 我可没钱给你啊 大妹妹 哥是来给你这个的 这是 反正你一定要来啊 不来是小狗 大师爷他怕不是摔坏了脑子吧 感觉肩上的单子又中了几分啊 小姐 快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我看看 月儿 你觉得南山书院怎么样 楚心 你真的要帮楚月去南山书院啊 既然他有心想去 身为长姐我帮衬一下 也是应该的 你在白鲁安那么多年 夫人和楚月小姐一次都没有看过你 如今看你厉害 倒是母女情深起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邱家上下 没一个是好东西 已经很好了 最起码 对我还是有几分真情的 若你见识过帝王家的悟情 楚心 我诅咒你有生有世 都是个孤家寡人 你会觉得 这样也就够了 老师 您请用茶 最近听闻殿下所事繁多 是他们几个又欺负你了吧 老师您多心了 我一个侍郎 又爱不着他们的大业 自然也就不必再为难我 老二那么老实的人 他们都不肯放过 尤其会放过给你找茶的机会 老师是说学生不老实吗 您为人千功仁厚 比那几个隐隐狗狗的玩意 不知道强了多少 老师 您夸他我没什么意见 可千功仁厚这词 是不是用错了 老师你干嘛 亏你还是京都第一才子 人与不人 不在形势如何 更不在意识 山长 山长 不好了 我们有人来挑战 吵吵嚷嚷成何体统啊 是何人前来挑战啊 南山书院 乃大安国皇帝赐名的第一书院 不知是何人赶来闹事 恐怕又是那些 像孤鸣钓鱼的顽固子弟吧 那个 他说他叫楚西 来此 是想挑战傅清燕 傅大人 给我让个念 让我看看 不 还是个大美人啊 师兄 他一个女子来挑战 这何规矩啊 哎呀 不知道他要挑战谁 听力良心 我是被陷害的 欺负弱女子 还不肯承认 你这是王国圣贤书 老师少言无造 此事有古怪 你们看看 这是我的字迹吗 我父亲燕 好歹是大安国第一才子 你这不抛字 怎么可能是我写的 那这是何人所为啊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楚西姑娘久等了 老夫乃是南山书院山长 敢问姑娘前来所为何事啊 听闻傅清燕傅大人 是南山先生最得意的弟子 我来是为了找傅大人 比试一下 楚西姑娘一介女流 我若是赢了你 也是胜之不武 才学如何 无关男女 傅大人若是怕了 那我就直接挑战你的老师 南山先生啊 他还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依旧狂傲的匪夷所思 大言不惨 清燕 你自己惹的麻烦 自己去解决 让他知道天高地厚 啊 我 喂 你女人闹成这样 你不出来管管 你不是说想会会她吗 现在机会来了吗 有了老婆就忘了我了 楚西姑娘 你想挑战老师 还是得先过我这关 我都可以的呀 我主要是怕你受打击 楚西姑娘真会说笑 那说吧 你想比什么 你们南山书院 都交些什么 我们南山学院重视素质教育 琴棋书画 礼舍玉术等等都有舍脸 唉 看在你是个柔弱小郎君的份上 舍玉 就算了 免得说我欺负你 那就选头三个吧 琴棋书 三举两胜定输赢 楚西姑娘你先请吧 这种时候我还是很有风度的 你是男的 你先来吧 也不小女子 小郎到这种程度 哪个男人忍得了 那在下不才 现丑了 好曲 好曲 这曲春江花月夜 既有江青月白 又有波澜壮阔 可谓 情景共生 只可惜 这曲春江花月夜 既有江青月白 又有波澜壮阔 只可惜 如何 可惜你锐气太盛 宁静不足 年纪太轻 不懂孤寂 她竟然 此女子在音律方面 颇有造诣呀 青燕的琴记已是上场 她能听出其中的不足 怕是琴艺远在她之上 我既不如人 还请姑娘赐教 不用 你赢了 我没什么好赐教的 我存在了一口 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对于夜里的了解 更多是品鉴 记忆水平 其实一般 帝王家的金枝玉叶 又不是卖艺的 学这些玩意儿 只是为了讨野情操 和交际应酬 会听会说就行 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想赢吗 当然不是 我楚戏赢得起 就输得起 好一个赢得起 就输得起 我看是有点欣赏她了 老师 您不妨猜猜 接下来的两局 谁输谁赢 那自然是青燕啊 此女子不过是在 英律上 略占点便宜罢了 难道殿下看好这女子 只是一种直觉罢了 上一局算平局 这一局我们比齐 这次在下会全力以赴的 青燕师兄不太妙啊 她的白旗被围得几乎无路可走了 我看 怕是不出一炷香 我输了 输了 我表哥 竟然输了 你表哥真的是皇上当年清典的状元吗 孙博文 你看你出的馊主意 我哪知道 再说了 骗她到南山书院来受点教训 你们不也同意的吗 够了 都闭嘴 看完第三局再说 最后一局了 傅师兄要是再输一局 会不会被南山书院除名啊 我果然是被坑了 对啊 号称大安第一才子的傅师兄 居然输给了一个女人 这处心能算女人吗 混蛋 到底是哪个爱千道的射击害我呀 不管怎样 这一局一定要赢 不然我这仪式英零可就不保了 我写完了 她这是什么意思 是我看错还是她写错 大姐 你不按套路出牌啊 你的字 这话这么狂啊 你叫我怎么赢啊 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 能让一个女子 把字写出傲视天下的气概来 殿下觉得 这一局 他俩谁输谁赢啊 以形而言 他们俩在伯仲之间 但以义而言 青燕还欠点火候 都说字如其人 此女子这笔字 尤其是其中之意境 老夫生平罕见啊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 主席 你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山长 这位姑娘说她家事了一提 还请先生过目 拿进来吧 这 这是 文章锦绣 立意鲜明 一语切中药汉 这女子不得了啊 殿下 你快看 可惜啊 她若是个男子 就算不给我做弟子 也可以给你做谋士啊 她对朝堂 居然有如此通透的见解 谋士又不必抛头露面 女子也并无不可 此女子形势豪迈 心中有沟壑 长得也是一等一的美貌 明阳天下 这是时间问题 若投入其他几位王爷门下 还真有点麻烦 这份策论 还是由学生代为保管吧 至于有人想跟我抢楚西姑娘 我倒要看看 谁有这个本事 楚西姑娘 请 姑娘既然已经赢了我那不争气的徒弟 不知可否透露 此次前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此次前来的目的 是为我的亲妹妹 来讨一个公道 这又是谁啊 我小妹之前 曾化名岳楚 考中了南山书院 不过书院知道她是女儿生之后 就反悔了 自古以来 哪有女子上书院的 谁规定女人就不能上书院读书了 自古以来就 自古以来的事 就是绝对正确的吗 路是人走出来的 有的地方 还是女尊男卑呢 胡说八道 老夫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地方 这都不知道 只能说明你见识浅薄呀 你一个小女娃 跑到老夫的书院大放厥词 就是为了羞辱老夫吗 当然不是 您只要同意我妹妹 来南山书院上学 我立马走人 如果让我爹知道 我连个女人的头发丝都比不上 一定把我关在家里继续读书的 说不定 还会给你娶回去 喂 娶什么娶 你小子想的倒是听没 那个 我告诉你们 你们可千万别嫉妒 她之前说 要对我 对我负责来着 反正 哥看上的女人 你们就别指望了 喂 我说你们几个沿路尾随我到书院 一路上鬼鬼祟祟的 那封挑战书 就是你们搞的鬼吧 本尊来了 沐航 你可要保护我们啊 小爷我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有事 就冲我来 你哪位啊 小爷我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有事 就冲我来 你哪位啊 看着挺眼熟的呀 你 你对我说过 那样的话 现在 居然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 沐航这是被使乱中气了吗 喂 你看清楚 我小沐航 记住没有 你是那个骑马 输给我的小侯爷吧 沐航不是说人家看上他了吗 看上去 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 沐航 你之前 在大家上跟我说过的话 是不是也忘了 什么话 你 你忘了最好 反正小爷我 是绝对不会嫁取 你这种女人的 哦 是这件事啊 上次是我太着急了 你性子这么急躁 虽然长得还不错 但我着实害怕家宅不宁 正好你也不愿 不如算了吧 这不是我的剧本吗 西姑娘 太可怕了 事情就是这样 院长已经同意你去书院读书了 只是 书院全是男子 与你明节恐有损 怕是以后 影响你的婚事 那姐姐 有想过嫁人吗 我怎么可能嫁人 不过 我定会娶个夫郎回来 我也要以姐姐为榜样 你们俩子妹在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爹爹 西丫头 你出来一下 爹有药警示跟你说 三日之后 就是赏花宴了 宫里已经派人把钦帖送来了 你母亲明日换你过去 才置赏花宴那日的衣裳 爹 你这么晚找我出来 不会就是说这些金毛蒜皮的事吧 确实另有一事 爹听闻 你今日去南山书院挑战 赢了傅大人 我们西丫头 果真是文武双全呢 只是不知道 教导你的师父是谁啊 师父啊 这辈子 是无缘再相见了 这么说来 除了白鹿安的金河事态之外 你真有别的师父 爹 既然您之前十八年 都没有管过我 那现在 也不必多问 邓海的事 你原本是不打算告诉我的 对吗 按你们的话说 我只是个女子 迟早要嫁人的 楚家的兴衰 其实对我影响不大 哎 西丫头 是爹爹 是我们楚家对不住你 那你想过没有 将来你嫁为人妇 娘家会是你永远的后盾 我不喜欢将命运放在别人手里 更何况 楚家已经负我一次 这一点我相信 这一点我相信 就算没有任何人给你做后盾 你也可以过得很好 可人生在世 谁又想过成孤家寡人 西丫头 你 所以邓海的账目查过没有 幸亏你提醒我 果然有数笔款项 都是以我的名义拨出去的 这个邓海 早就想好要拉我垫背 邓海被抓的消息 至今还未传出来 此事真的是六爷告诉你的吗 既然此事如此严重 楚大人与其在这里试探我 倒不如多找几个谋士商议 该如何善后吧 楚夕 我要的东西查到了吗 查是查到了 只是能嫁给成王 过富贵日子不好吗 你干嘛一门心思想搅黄这事 我多多少少也算个严控 成王又老又丑 还是算了吧 我看你就算不打听太后的喜好 太后也不会喜欢你的 小姐 你怎么还在这里 马车都备好了 就等你了 啊 今日有何安排吗 不是说今日去珍宝斩 取赏花宴所需的首饰吗 哎呀 完全忘记了呢 哈哈 豪田的兵 豪田不要田一人 豪田 如今金里黄金的价格也太高了 又不是你出钱 你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居然敢这么无理 哟 这不是穆小侯爷吗 咱们赌方可招待不了您这座大神呢 我自然知道这是贤王殿下的产业 贤王殿下我是不敢得罪 可你算老气 无贵就是拴在门前的一条狗罢了 你 是谁 是贤王殿王 如今大安国的皇帝还没换人 你们就打着贤王的旗号如此招摇 不怕出了逆灵吗 我们走 哎 好巧啊 又是你们几个 敢跟贤王的人这么高 豪田 你是个老大 我们跟定了 哎 你们扔老大是不是有点随意了 豪田 我们支卫楼走着 我做斗 吃饭的话 我就光敬不如从命了 哎 主子 那不是楚西姑娘吗 听说支卫楼的菜式很是独特 嗯 主子 咱们不是要去查赌房吗 嗯 您饿了 主姐您多吃点 咱们头一回一块吃饭 千万别客气 冬阳 去请楚姑娘过来 别惊动其他人 咱们头一回一块吃饭 千万别客气 初姐您多吃点 冬阳 去请楚姑娘过来 别惊动其他人 主子 您的手 初姐 您武功又好 文采也出众 以后 我们哥俩就跟你混了 喂 你们两个又完没完 打扰各位爷了 外面有位大人 想请楚姑娘过去一下 找我 刘夏请我过来 所谓何事啊 我与姑娘的缘分 真是不浅 菜哪里都能遇得上 小郎君 相遇便是缘 楚姑娘喝杯便茶吧 那是当然 我们俩的缘分可深着呢 楚姑娘请喝茶 你手怎么了 没什么 刚才把茶杯打碎了 你这么大的人 不知道清理伤口啊 你忍着点 一会让你侍卫 替你上点药 楚姑娘很在乎我受伤吗 那是当然 你是我今生最重要的人之一 姑娘说的是真心话 当然是 我是你今生最重要的人之一 我楚西说话算话 之前跟你许下的承诺 我一定会兑现的 只要我楚西 还有一口气在 就一定会为你遮风挡雨 姑娘所言 谢意记下了 你 你叫谢意啊 天哪 这温柔深情的目光 简直要了我的老命啊 这是给你的 这是 彩莲的卖身器 彩莲被她哥哥卖到翠红楼 是白纸黑字牵过卖身器的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这事 谢谢你 姑娘对在下如此厚爱 这不过是区区小事 不用谢 我这一辈子 难得有个人能想到为我做点什么 不如你养好身子 做大房吧 你的病不是好了吗 我从小一直生活在山上 所以我接触的人 包括我看的书都告诉我 这个世界女尊难卑 所以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这个世界其实是这样的 她从小就被楚家放在尼固岸 也不知吃了多少苦 我在古籍上读过 西域有女儿国 风土人情跟你说的差不多 看吧 我就说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所以 你之前说要娶我 美色误人呢 你是神兴话 我 嗯 是的 簪子 簪子放哪儿了 我去打热水 你先给小姐梳头 栩栩一个闪花宴 至于这么紧张吗 你们怎么回事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放着我来吧 卖身器我已经给你了 你已经自由了 不用留在这里 毕竟 我不是你家小姐 我从小的使命就是照顾小姐 除了继续留在你身边 我还能去哪儿呢 去哪儿都可以啊 天地辽阔 你不想去看看吗 你出去 我可以吗 我只是一个丫鬟而已 等闪花宴过了 我带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西丫头 爹 还有什么事吗 进了宫 好好表现 爹对你有信心 这 之前不是说我不会被选中吗 看来 无论哪个朝代的皇宫 都是这个样子呀 参加闪花宴的各位贵客 请随我过去吧 外面的人挤破头想进去 困在里面的人 拼了命想出来 只要不被太后选上 成为臣王妃 我就自由了 到时候娶了小郎君 再在京城买几处宅子 想想都美 我这套衣服 可是苏绣 是十个顶尖绣娘 连夜给我赶制出来的呢 我的衣服 对不起对不起 我给你擦 我给你擦啊 够了 找婉婉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看我不打死你 谁 在皇宫里动手打人 你当自己是天皇老子吗 竟然敢骂我 你知道我爹爹是谁吗 林姑娘息怒 我哪知道你爹是谁 我只知道 逃狗不打道 你 今日是太后举办赏花宴的好日子 不可因区区小事大动干活 万一太后知道了 是 你身上衣服都脏了 我陪你先去换一身吧 那劳烦宋姑娘了 这个宋姑娘倒是懂事 有几分眼色 我好心帮了你 你连句谢谢都没有 就想溜 多 多谢姑娘 我实在是吓坏了 你可不像是吓坏了的样子 我看到你是故意把水 拖到人家身上的 姑娘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干嘛挡着脸 你在翠红楼不是很得意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 别装了 尿笔受伤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我明明都 女扮男装真没有那么神奇 你只是换了衣服 又不是换了头 傻子才看不出来 这 喂 我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我不招惹你 你也别出卖我 哦 所以那位林姑娘 是惹到你了 我迪姆家亲戚 之前在烟火上见过 所以见得很 嗯 那确实该教育教育她 你还说我 那么你呢 明明知道太后最讨厌 紫色和水仙花 还故意穿出来招摇过世 你是不想当陈王妃吧 明明知道太后最讨厌 紫色和水仙花 还故意穿出来招摇过世 你是不想当陈王妃吧 可以啊 挺聪明的嘛 你也不差 同道中人 义儿 可有你忠义的女子 全凭皇祖母安排 你这孩子 什么都要我为你操心 一点主见都没有 皇祖母的眼光一向比孙儿好 婚姻大事 还是要您来把关才行 论家事 相府千金赵婉婉是不错的 但此女身世实在尚不得台面 论财力 知造访林家不可小觑 不过林家千金 嚣张跋扈 令人生艳 论财貌双全 家事出众 那就要数 素艺伯府的宋姑娘了 不过除了楚侍郎家的 那个楚夕之外 其他姑娘 只是出生时辰相继 我时预言从未出错 不可不信 说起来 楚侍郎家的姑娘呢 回太后 穿紫衣服的那个就是了 这 如此粗鄙无礼 怎么可能是奉命 孙儿倒是觉得 这位姑娘有点意思 你看上这女子哪一点 这个嘛 她胃口不错 身体健康 应该很好生养 太后娘娘驾到 臣王殿下驾到 参见太后 参见臣王 臣女楚夕 参见太 太后 愿太后万福尽安 楚姑娘的胃口倒是不错 喂太后 因为家里人说太后您 喜欢鲜细柔弱的女子 所以臣女 好好饿了两顿 哦 那你现在 又为何要吃呢 臣女忍不住呀 而且这里的糕点 比山下杂货铺里 卖的糕点 好吃多了 呃 不是吧 比我还能言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楚修远 就是这样娇女的吗 唉 行了行了 都起来吧 谢太后 可算走了 混过去了 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紧登邪灭 这人怕就是臣王了 不过 这个声音好耳熟啊 是皇宫 天底下所有好吃的 都在这里 他在笑 他在笑什么 皇宫这么好 那你可否愿意留下 这个声音 怎么 是你 你 小心 本王的容颜算不上 惊世骇俗 姑娘反应为何这么大 你耍我 情非得已 若有冒犯之处 姑娘见谅 这是哪来的小郎君啊 比我们村的铁柱富贵狗娃 可俊多了 姑娘认识很多男子 那是自然 我还都想要取回 冒犯了 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摔了一跤而已 现在什么情况 紫花 谢太后 紫花就是没选中 选中的会自如意 你也太拼了吧 为了不入选 把自己搞成这样了 姐妹 你错了 这次啊 必中 原来小郎君就是陈王 赏花宴果然是为我准备的 一跌 我明白了 步步侍郎 处修远之女楚夕 是 哎 等等 陈女楚夕 赐花 什么 哎呀 姐妹 刚才如意已经赐给了 苏毅伯父的宋世运了呀 你们 嘘 玉花园后门等我 黄祖母 孙儿身体有些不适 想下去歇息片刻 你这身子骨 什么时候才能调养好 哎 罢了 你下去吧 那孙儿就先告退了 还好 树奴才多嘴 咱此次不就是要选个命格跟王爷相同的女子吗 只有那楚家 多嘴 哀家自有考量 007 去给我找些蛇鼠虫以来 越吓人越好 哎 既然你看中的小郎君就是陈王 你现在挽回形象还来得及 何必非要鱼死挽破呢 这个小郎君 明明都主动对我 哼 我要断了他的后路 看谁敢跟我抢 哎 我还是先去找东西吧 哎呀 霸道的女人 也太可怕了 丑西姑娘 别来无恙 嗯 女 给陈王殿下请啊 既然陈王殿下已有一中人 那当日在最兴隆 殿下何故问我是否是真心 我 此时非我所愿 身处漩涡之中 免不了被急流裹挟着走 哪怕拼尽了全力 也不过是晚一点被漩涡吞没罢了 说吧 你让我过来 到底想做什么 我记得楚西姑娘说过 有后我一生一世 这话还算数 说吧 你让我过来 到底想做什么 我记得楚西姑娘说过 有后我一生一世 这话还算数 我楚西从来都是一言九鼎 继许诺 必定会遵守 只是 我才输学浅 不配得到太后他老人家的赏赐呢 姑娘之美 足以咽压群方 何必用这些俗物 划设天族 姑娘不适合水仙 这一瓶魏子 买花中之王 如此 方衬得起姑娘的惊傲 楚西姑娘你没事吧 这小郎君撩人的功夫 简直一绝 不行 我这样顶天立地的女子 怎么能被男人反撩呢 小郎君这样撩我 是同意嫁与我 做富郎了吗 你谢姑娘厚爱 本王目前无意入坠 只缺一位王妃 那么巧 我也无意入坠 反而缺个 吃冷吃热的小夫君 无论尊师如何教导你 这里始终是大安王朝 姑娘所思所想 未免太惊世骇俗 惊世骇俗 并不代表是错误的 你就这么有自信 能娶到愿意嫁你的夫君 总有一天 你会愿意的 不如 我们打个赌 看除了我之外 你能不能娶到旁人 楚姑娘 本王也想跟你赌一赌 看看除了我之外 你究竟能不能嫁给旁的男人 宋世骇见过陈王殿下 不知陈王殿下和楚姑娘在此 我 楚姑娘被毛毛虫吓着了 我也是碰巧遇到她的 对啊 好大的毛毛虫 你装得稍微像一点 我哪有能闲心 太后将如意赐给我 陈王殿下就离开了 我还以为你能够 救命啊 有血 你活人里有血 是谁 宋姑娘不必害怕 这蛇无毒 也不会伤人 是 是小女失忆了 想演英雄救美是没错的 问题是歇意小郎君自己 都是躲需要保护的 柔柔娇花 按理御花园中是不可能有蛇的 听声音应该是从赏花宴那边过来的 我们还是赶紧过去看看吧 出了这么大的事 看来这赏花宴是开不下去了 一炷香时间能召集这么多蛇 007的业务能力渐长呢 御花园怎么会有这么多蛇 快来人把这些脏东西弄走 无需惊慌 这些蛇无毒 带着瓶子里的雄黄粉散去 他们自然就会离开了 哟 这大安国美人的质量 还蛮不错的呀 主子 主子你没事吧 我听说御花园出事了 就立马赶过来了 东阳 我和国师 谁更好看 我要是把国师干掉犯法吗 鼠子 你冷静啊 国师来了就好 看看是何方要挟作祟 贫道 拜见太后 国师 这好好的御花园 突然出现这么多蛇 是不是有什么灾恶啊 这些蛇身上都有抓痕 可能是附近的鸟儿抓来 丢在附近的 哟 不光有美貌 观察里也很敏锐呢 幸好国师及时出现 化解危机 若是不小心伤到皇祖母 本王可就难辞其咎了 派人将这些贵女们 都送出宫吧 今日都受惊扰了 是 太后 翊儿 你和国师随哀家来一下 来人 把东西呈给国师过目 这位宋姑娘 望无夫易子 另一位楚姑娘 与七皇子 几乎是同一时辰出生 正是太后要找的人 这个楚西教养全无 粗鄙不堪 怎可担当王妃 既然国师说宋姑娘天生富贵 就让义儿娶着宋姑娘吧 糟糕 这下事情便难办了 老爷 夫人 大小姐回来了 抽什么风 都在等我呢 西丫头 赏花宴如何 西丫 太后可又赏你什么 赏赐公花一盒 来 签着有份 都挑两只拿回去带吧 怎么只有公花 选中了 不是会辞玉如意吗 很遗憾 去如意落在了宋小姐手里 什么 我刻的CP 毕业了 哼 我就知道这野丫头成不了气候 曹管家 给大小姐收拾收拾 即刻送回白鲁安去 您若执意如此 那我就一头撞死在楚家大门上 让满京都看看 母亲 我为人子 也为人父 为什么您一定要逼着我 抛弃自己的亲骨肉 你们 我 在这个家里 我楚雄云 尚且能做主 只要有我在一天 谁都不能把我女儿赶出去 便宜爹娘在我没有利用价值之后 依然把我当作家人 喜丫头 这会儿人都走了 你要是难过就哭出来吧 唉 这天家富贵 原本就不是咱们这样的 普通人家高盘得起的 唉 喜丫头 等将来长大就会明白的 请兜初开的喜欢 不过是一时糊涂 哼 虽然听不懂 但肯定不是你脑补的那样 说起来 原来小郎君就是陈王 那上次陈王来府上 肯定不是为了见我 怕是来查爹爹 你与邓海一失的关系 之前让爹爹收尾的 处理干净了吗 邓海在大理寺招出不少东西 虎不上书审核 已经一起关押了 反而是我一点没受到牵扯 干净的不像话 邓海这次的事 本来就设计党争 如果太干净的话 难免会引起帝王猜忌 哈哈哈哈 其丫头放心 我说的干净 是没有牵扯进 贤王和康王室里面 爹你虽然被泼脏水 但反而证明 你是户部之权最高的纯尘 立下令选户部尚书的话 你一定是人选之一 其实我也不过是个木偶而已 至今猜不透提借那人 究竟异于何为 无论他想干嘛 都不关你事 老老实实做你的纯尘 当年母亲 贵为嫡长公主 手腕出众 整个凤巢 都当他是皇太女看待 结果如意宗天的长公主妇 突然被污蔑造反 牵连者 达上万人 杀绝了几十户九族 若现在的楚家牵扯其中 那便是在悬崖边起舞 稍不注意 就会万劫不复 这个贤王 如此猖狂 不仅涉及公布贪磨案 还撕开赌方 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先王是长子 再加上正妃是中书令之女 一直狠得圣心 如今被清点在内阁厅政 二皇子康王谢策 是史上书的大外甥 最主要的是 他本人谦逊得体 李贤下士 黄厉曾说这个儿子 最有自己的风范 这么说来 这两人倒是旗鼓相当呢 至于你那相好 啊不是 陈王谢义啊 当今徐太后 不是金上生母 母子两人之间 多少有些嫌隙 谢义五岁后 才被接到太后身边抚养 由徐太后和齐国公府 坐后盾 他倒也和其他兄弟一样 顺利的封王 但从他的封号就看得出来 区区星辰 岂能与日月同辉 小狼君真是太气惨了 以后要加倍宠爱他才是 我与陈王也是打过几次交道的 但说实话 我看不懂他究竟想干什么 什么意思啊 陈王他看上去毫无夺敌的念头 平时也老实本分 不招惹谁 但一旦逮到把柄 不拘是谁 下手绝对够狠 他这样是典型的自断臂膀 也可以说是自证清白 怪不得贤王和康王 从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把人都得罪光了 他就不怕将来被清算 小狼君这张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丸的六呀 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傻子已经掉坑 其中可能包括皇帝 废物 都是废物 先王殿下息怒 连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废人你们都杀不了 本王养你们有什么用 殿下息怒 陈王最近身居检出小心谨慎 小的门实在找不到机会 而且陈王 他恐怕早就料到消息会陷露 已经从别处将登海送走 区须几十万两银子的事 那个老病鬼抓着不放究竟想干什么 殿下 树小的多嘴 属下发现 最近有飞鱼卫的人在调查此事 你说什么 飞鱼卫一向只听命父皇 老病鬼绝对指使不动 不成 我已经知道本王从护不捞钱的事 小姐 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你打探朝中局势了 你到底想干嘛 如果我说我想入室 但世俗不容 所以只能去给人做谋事 你会支持我吗 可是小姐 你不是一直劝老爷做个纯诚吗 为什么自己反而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没得选啊 在这个男尊女辈的世界 我做过无数种关于立业的规划 最后还是觉得 做谋事 幕僚之类的最适合自己 这是唯一的出路 别无选择 为什么一定要选 其实 以小姐的本事 哪怕年纪大点 脾气差点 行事粗鲁点 但是挑户好人家嫁进去 应该不难的 真是谢谢你这么了解我了 我楚西活在世上 学着一身本事 绝不是为了成为别人的附属品 那就这么定了 小姐你说吧 我们需要做什么 别急 钓鱼之前总要先找好鱼塘 再准备好鱼饵 看来这局 是本王要赢了 王爷这话 未免为时过早 本王已经胜圈在握 先生 难道还能扭转乾坤 王爷 继续 本王 本王输了 范先生 果然奇异高超 王爷过誉了 下棋 需要静心 凡事都是如此 心不敬 一生交 一招行错 招致满盘皆输 今日早朝 户部的沈尚书已经下狱 重新选出一位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看父皇的意思 颇为赏识户部侍郎楚修远 可惜 这个楚修远不是咱们的人 啊 就是那位被沈尚书拉作替死鬼 结果用七天时间查清户部十年所有往来账目自证清白 又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把沈尚书骂得苟且临头的楚侍郎 正是他 父皇早朝后还和赵丞相一起召见了楚修远 查问他各地历年收成 延误赴税等情况 楚侍郎样样门清 还提出以防万一之策 父皇听后很是满意 殿下可留意 这次皇上是和赵丞相一起召见 而不是贤王的岳父 忠书令大人 哦 看来父皇是对大哥他们有所顾虑了 沈尚书在任不过几年 竟然贪污高达百万两雪花银 陛下自然不能容忍 我猜测除了能力之外 陛下最看重的是这个楚修远 是个干干净净的纯臣 这个时候谁若却下户部上书的位置 就是打陛下的脸 明白着有不臣之心呢 还是心声细心 否则本王怕是要惹父皇不开心了 不过 陈王还真是好算计啊 情区一点破绽 不但让殿下你和贤王元气大伤 还让陛下警惕起来 陈王心思之深 不可不防啊 启离殿下 外面有人给范先生送了个帖子 这是一盘残局 这几步我琢磨多年始终破解不了 没想到竟然让人给破了 两位贵客 我们家王爷有请 明女拜见康王殿下 范先生 你是替你家先生来送祈谱的吗 怕是让先生失望了 这请帖是我所递 这残局也是我所解 不可能 你一个女子 怎么解开如此精妙的残局 女子又如何 都是读一样的圣贤书 下一样的棋 难道你是明氏风流 而我就是不学无术吗 姑娘 有话好好说 有意思 姑娘真乃女中豪解 若此残局真是姑娘所解 不知姑娘可愿与我手谈一句 我下棋可是要有彩头的 就拿她做彩头如何 上好的帝王子匪翠 也是价值不菲 王爷出手阔绰啊 若姑娘输给在下 那也请姑娘留下一剑彩头 取下面纱 让本王一睹姑娘芳容如何 恐怕会让康王殿下失望了 我可是不会输的 姑娘这边请 公子这棋路处处杀鸡重重啊 看来我还是得小心一点才好 姑娘的棋路也不遑多让 看似平常一子 实则都是陷阱 都说棋如棋人 也许我这个人就喜欢设陷阱 看来做姑娘的敌人不太妙 就是不知道 你的敌人究竟是谁 公子战场上行事一片大好 精兵强将无数 骑路又杀鸡重重 我区区女子 胆小怕事 自然不敢与你为敌 那姑娘下这局棋 又是为什么 人生在世 无外乎为名为力 为权势 范先生如此 我亦如此 还有 你输了 是在下既不如人 不知姑娘 是否愿意助我破局 破局很难吗 一局不难 就怕连环之局 若姑娘愿助我破局 在下必当后代 就凭一块玉佩 此玉在我府上 可以随意支配银钱 和调配人手 姑娘若入我康王府 别的不敢说 侧妃的位置还是有的 侧妃 姑娘如此大费周章 演这么一出 难道不是想入康王府 宋爷 你脑子是进水了吗 我想入康王府 只是为了找工作啊 听闻户部 楚侍郎家的长女楚夕 琴棋书画乃至策论 均让京都第一才子 父亲宴颜面扫地 本王仰慕姑娘已久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殿下误会了 我并非楚夕 本王向来不喜欢代嫁而辜 姑娘可要想清楚 再回答本王 罢了 无论王爷信否 小女并无此意 先行告辞 我们走吧 此女野心很大 收入后院 怕是不妥 一个女人而已 就如同之前的侧妃一样 说得了急症 暴毙了就好 可怜那位侧妃 不但被利用盗死 才陪上娘家全家给康王 倒了垫脚石 看来这个康王 就是个阴险狡诈之徒 排除贪得无厌的贤王 和残暴不仁的老七月王 这个伪君子康王也不行 那京都就只剩下 福王和小郎君了 好香啊 真是好茶 此茶乃小女偶然所得 但是小女不善烹茶之法 故特来请教福王妃 王妃 外面传言 她把这好几位权贵子弟不放呢 搞不好 是冲着咱们王爷来的哦 过几日 为国公府有个茶会 许多爱茶的宫亲公子 一前往 姑娘正好 也为自己考虑一二 这就不必了吧 我只是想找个工作好不好 这什么总要让我搞对象啊 这样吗 为国公府的茶会都不感兴趣 看来这小妖精 真是冲王爷来的 楚姑娘 是我直言 你年纪不小 难道不想为自己的婚事筹谋 不瞒王妃 小女有意中人了 但对方身份贵重 身份贵重 哪敢提成亲 莫非 那人姓谢 啊 王妃怎么知道 原来王妃在这里啊 哦 是有客人吗 王爷来得正好 你了的是 她都已经跟臣妾说了 王爷若喜欢 只管娶进来就是 臣妾必定带她亲如姐妹 啥 我说了什么 我跟父王头回见 那有什么事 啊 没有纳妾之事 这么快就暴露了吗 等等 这姑娘是谁啊 呃 王妃何处此言 我与这姑娘 乃是第一次见呢 哼 人家姑娘都找上门来了 那个 王爷何必折射炎炎 四哥真是厌福不浅啊 啊 新郎君 楚姑娘知道我对那些 言而无信的人 是怎么做的吗 我什么时候言而无信 真正悔诺的是你吧 明明说过要以身相许 却要娶宋世运 我还以为你不在意呢 我什么时候不在意了 我只是自由打算 从宋世运接到玉如意那一刻 我就决定 要搞黄这门婚事 但我实单力薄 没法跟太后和苏义伯府正面纲 所以我才想着给父王当谋事 先给自己挣分前程 在大安国 女子能做的早已被划定好了范围 你知道吗 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到上书房念书 因为大家都会欺负我 尤其是七弟 最大的乐趣就是欺负辱骂我 就连他的半读郢公子 都敢隔三差五 把我按在地上殴打 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 七弟打碎父皇御赐的燕带 却故意推到我头上 你们可得按住了 不要啊 他把我声声求断了我的手腕 那种滋味 我至今都记得 毕竟是皇子 陛下一点都不管吗 太父发现事情严重了 于是禀报了皇上 结果父皇说我身为兄长 跟右弟发生冲突 不仁不义 小惩大戒打了石板子 公女弱肉强食 踩下捧上 也不知小郎君是怎么熬出来的 在后来 大家欺负我的时候 我就再也不反抗了 没过多久 七弟因为刻意被太父责问 竟偷偷将毒蛇藏进太父的书箱里 差点闹出人命 父皇大怒 责怪半毒的郑公子 未能好好规劝七弟 将他送出了宫 听闻郑公子在回京途中 不巧遇了汉匪 被人敲断全身骨头 最后不幸身亡 他们欺负我 我若反抗就是不仁不义 欺压兄弟 可望太父书箱里放蛇 也是大逆不道 母无尊长 这是父皇自己定的规矩 每个人都要遵循 你小时候玩过游戏吗 想要大家都陪你玩 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小狼君说的有道理 要遵守游戏规则 才能玩下去 冷完熟了 才可以钻空子和创新 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 你几乎挣不到什么前程 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功成名就 我这里有个事非常适合你 什么事 陈王妃 有婚约在山的男人 可没资格向别的女人求婚 我这个人 一向要求男人专一 关于这点 楚姑娘大可放心 定会如你所愿的 这么多饲料 你背得动吗 你以为从雀雀鸟鸟那里 打探消息 那么容易吗 好吧 反正不能全靠小狼君 打探素衣伯府的事 我就交给你了 小姐 老爷让我过来 请你去书房 他有急事找你商量 前阵子我为了洗牌 做了不少假账 还顺手栽赃沈尚书记桩 本来账都是做平的 可似乎早就有人挖好坑 在这儿等着呢 今日早朝一餐 人证物证俱在 陛下怎么说 关键就是陛下 既没说不查 也没说要查 我怀疑是贤王指使的 他在户部根基身后 这个坑是早就埋下的 就等着杀我个措手不及 你觉得如果你出事 贤王会推谁担任户部尚书 远不怀难不征使 他是中书令的得意门生 那你就推他一把 你这是要声东击西呀 不仅这样 还要多找几个人一起参你 什么叫女无方啊 作风腐朽啊 公务要参就参 人身攻击也别落下 会不会 适得其反 皇帝是这个世界上 最多疑的人 皇帝觉得你是朵香菇 想好好放在户部这道汤里 结果有人非拿着另一朵 不知道有没有毒的蘑菇 硬塞给他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呢 陛下 臣有本上奏 臣要参户部侍郎楚修远 教女无方 哦 看来最近参楚侍郎的人不少啊 这几个蠢货 本王只是试探父王的心意 他们跟着起哄覆荷 看明目张胆打父皇的脸 还打得这么响亮 大哥 你怕是要凉啊 臣回去 一定好好管教女儿 点到为止的退波助澜 立场暧昧又不照眼 这个楚修远 倒是越来越滑头了 岳父大人 今朝的事不知您怎么看 前段时间 本王手底下人来报 说是飞与卫 好像在调查赌场的事 殿下楚氏还是太冲动了 那个赌场 怕是要关停一段时间了 我只是想试探试探 没想到结果会这样 这个楚修远 看来是得了高人相助啊 他一个三品侍郎 能有什么高人相助 谁在惦记我呀 会不会是小郎君呢 看来我的魅力 还是不减当年啊 是时候给西丫头 找个人嫁了呀 西丫头 你的这招确实有奇效 陛下在朝堂上 并未过多理会参我的折子 那女儿要提前恭喜父亲了 现在你已经正式进入考察期了 闺女啊 如今赏花宴也过去一段时间了 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 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爹 咱能不能不提这茬 老爷 小姐 这是门房刚送来给小姐的请帖 谁送的 是陈王府派人送来的 说是请小姐过去看戏 六王爷请小姐看戏 父亲大人 现在你可以安心了吧 有信 这宋小姐胆子不小呢 看来你除了偷听 确实还有点别的用处 不要小看鸟好吗 我可是大鸣鼎鼎的鸟界零零鸡 那就麻烦零零七你 把这封信送去陈王府吧 宋小姐 这边请 殿下就在前面 宋小姐过去吧 这是我未来的夫婿 这个男人 是属于我的 臣女宋诗玉 拜见殿下 宋姑娘不必多礼 请落座 连声音都如此好听 可惜身体不好 也不得皇帝待见 否则 这是天下女子 梦寐以求的男人 本王今日冒昧 请姑娘上门 是有份礼物想送给你 来人 把礼物呈上来 是 殿下 此物 宋姑娘一定喜欢 这是 我给表哥的书信 殿下 这书信不是我写的 是有人陷害我 表哥表妹青梅竹马 这不是很好吗 况且你写的也没错 本王确实是老病鬼 活不了几天 只是宋姑娘 你既然与表哥狼青 惬意在前 又为什么要到皇祖母 面前献殷勤 不是这样的 殿下 一定是有哪里误会了 你知道陈王府的花 为何如此花团紧簇吗 这都是那些背叛 本王的人的功劳 因为他们通通都成了花肥 殿 殿下 你让我怎么样 我听您的 都听您的 本王客气 要么死 要么疯 要么病 你自己选一个 臣女福伯 与殿下的名分 上位殿下 便已经病得不成样子 臣女回去就跟父母说清楚 主动向太后禀明原由 绝不让殿下为难 陈王殿下这出 平实力单身的演出 果真精彩 你下宋世运是为了 让他主动退婚 顺便帮你打造 客妻的名声 但你特意又给我 下了个情帖 安排我听了这些 是想顺便 你下下我吗 楚姑娘怕是多心了 其实皇祖母 很早就为我挑选了正妃 是镇北大将军 公家的嫡长女 江场上长大的女子 英姿洒爽 大气从容 可是我与那姑娘 见了一次之后 便用点手段 推了这婚事 哦 她没看上你 我想公姑娘是愿意 可我不敢 因为我不确定 我娶了她之后 能不能好好待她 不喜欢也可以相敬如宾 就算是大将军家的贵女 人气吞声 还得帮你经营前途 男人总该为自己的 所作所为负责 而不是娶妻生子 往后愿一丢就不管 谢意啊 谢意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话 会从你嘴里说出来 有何不可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誓 若负不了责任 那就不要娶妻生子 我本以为你这样的美人 就该被珍藏在后宫好好宠爱 可我没想到 经此一事 苏毅伯府必定会主动退婚 再加上客妻之名 估计没人会把女儿嫁给我了 姑娘看了这么一出好戏 难道不应该负责吗 啊 啊 不是你请我看的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在赏花宴上放蛇 也是姑娘你的座位吧 啊 这件事你听我解释 三番五次破坏我的婚事 于情于礼 姑娘你都应该负责 啊 我算懂了 你这是碰词啊 楚姑娘顶天立地 占了我的便宜 缴了我的婚事 还败坏了我的名声 如今就想推卸责任 那个你别哭呀 我也没说姑负责 哦 那就这么定了吧 陈王妃 小姐 你不是去陈王妃里看戏了吗 陈王竟然跟我谈感情 似乎还是一生一世 一双人那种感情 我常常一个女强人 岂能轻易被一个男人套了 这不是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 最深情的承诺吗 不是这样的 祝我真嫁给了她 从今以后我就是陈王妃 我一生的荣辱心衰 全部压在她身上 或而言之 我不会再有自己的誓言 甚至连楚夕这个名字 都会渐渐被抹去 你不觉得 把自己一生压在一个男人身上 是随时会倾家荡产的豪赌吗 可天下女人不都是这样吗 而且陈王天皇贵重 还愿意跟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足见真心诚意 陛下 去你的书房商议 对了 西丫头 不是去陈王府看戏去了吗 哎呀 别管那么多 还是爹爹你的政务要紧 哭 哭 你还有脸哭 跟你表哥没来眼去也就罢了 来在信里写什么 陈王命不久矣 我看你是想害死我们全家 是表哥逼得太紧 我才会一时鬼迷心窍 写那些话哄他 事情闹成这样 陈王妃 咱们宋家是别再想了 爹 你不觉得我们都小看了陈王吗 那书信我明明收得好好的 不知怎么的 就落在他手里 他既要造作个客气恶名 就证明他自己不想止气 结果让我们宋家出头不说 还得对他感激涕零 你想到陈王的心思如此深沉 听闻这几日宋家到处寻找名医 哀家派了太医去看过 说是生了水痘破了像 宋姑娘是不中用了 上次那么多闺秀中 叶儿 你可有忠意的 听说赵丞相最近很得你父皇气重 你看赵婉婉如何 全凭皇祖母做主 哀家倒是听到个有意思的传闻 说那宋师韵姑娘 是去了一趟陈王府之后 还破相的 那日孙儿邀送姑娘到府里赏花 或许是冲撞了什么吧 哀家还听说 宋义伯府 曾在外面散播谣言 诋毁那位叫楚西的姑娘 好端端的 你说他们为何诋毁楚西 孙儿愚钝 你们俩上次在哀家眼皮子底下 没来眼去的 你当哀家真的是瞎子 皇祖母英明 哼 你到底对宋师韵做了什么 其实是孙儿发现这位宋姑娘 与人有私情 不得已才处此下策 好端端的一个大家闺秀 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值廉耻的事 皇祖母不信可以自己去查 此事哀家自然会去查 至于那个楚西 你也不须再想 哀家绝不允许那样的人 进陈王府 这副模样便是不愿意了 哼 你可想清楚 哀家想让一个三品官家的女儿消失 一如樊掌 本王想让齐国公府绝后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是疯了吗 齐国公府可是你最大的倚仗 就为了一个女人 你就要对齐国公府下手 那太后您又可知孙儿想要什么 可问过孙儿想要什么 你敢这么对哀家说话 看来真的是翅膀硬了 楚西不过是一个三品官家的女儿 您觉得她和齐国公府哪个更重要 皇祖母一向英明 孙儿相信您知道该怎么做 孙儿还有公务在身 先行告退 哼 看来这么些年 哀家是白疼她了 太后消消气 王爷只是一时糊涂 等想明白了 自然会回来跟太后认错的 王威也不曾打动她 她到底想要什么 老师 最近楚修远是越来越难对付了 陛下交代的事 办得那叫一个漂亮啊 好你个楚修远 这开挂了吗 老夫在朝堂耕耘数十载 很可能会败在一个小小的谋士手里 军 给我查查 看看到底是哪个老家伙跟我过不去 好的老师 死老头子 还敢摆我一刀 我对付不了你 就让皇帝弄你 爹 你的靠山是皇帝啊 咱们不怕 就是要这么刚 好的好的 都听闺女的 中书令 中书令这个老狐狸也有今天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楚修远了 如此能力竟埋没多年 陛下慧眼石珠 只是长此以往 只怕户部要乱呢 若要乱 也不至于等到今天 不过 也是时候做个决断了 恭喜楚老兄升职啊 不知楚兄何日办宴 在下 想要亲自登门贺喜 都是陛下赏识 哪敢大肆摆宴呢 老爷 福利有急事 陈大人 不好意思 在下先行一步了 胡兄慢走 我不是告诫过 福利上下最近要低调行事吗 到底出何事了 公子去喝花酒 被人给打了 什么 喝花酒 这个不成器的玩意儿 我看他的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还不是爹你纵容的 这么多年你不管交 除今再来管 哪有那么容易 谁说我不管 还不是你祖母和吴氏纵容 爹 其实我还挺好奇 你到底 喜欢吴氏什么 按理说爹年轻时长得不错 学识也好 且算个翩翩公子 那当然 你爹我年轻时 可是金城一枝花 以你的性情 应该跟大家闺秀的我娘 比较情投意合呀 你娘她 确实很好 感觉她并不是爱我这个夫君 而是在扮演一个妻子的角色 算了 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总归是我对不住她 和我娘相处时 有点像面对御云生 御云生 府里有这个人吗 没事 你还是想想怎么处理 处于红的问题吧 她若继续炫耀喝花酒 你这个户部尚书 可当不久 这个逆子 来人 去给我把少爷抓回来关进祠堂 今天非打断她的腿不可 不必了 且不知道是哪些王八蛋忽悠的她 就怕是冲爹你来的 还是我亲自去看看吧 御云生这个名字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很耳熟啊 好像是皇上最近刚封的西南王世子 这女儿越来越神啊 连西南王世子她都认识啊 世子 最近湿气中 您可要保重身体 没用的东西 就会溜须拍马 连分受理你都会出错 还要不给我滚下去 重新准备 是 世子息怒 属下马上再去准备 二十八 二十九 最后一下了 三十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你终于来了 我们都快让人给打死了 大兄弟 你哪位 我是周荣超 哪个周荣超 在支卫龙请你吃饭的周荣超啊 哥几个今天遇到大麻烦了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敢跟贤王的人这么刚 初姐 你这个老大我们跟定了 以后我们哥俩就跟你混了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找人帮忙 好歹把父亲业给请来 弄这么个娘里娘气的小白脸 莫不是来找虐的吧 你们是眼瞎吗 受个胸就看不出来男女 你们给我闭嘴 我们之间的恩怨 别亲扯旁人 穆航 你这么宝贝他 他莫不成是你相好 闭嘴 什么 你敢做 还怕别人说吗 这位小白脸 不如该跟哥哥如何 有您好虎 就一破落祸 跟我徐天佑 保你吃香喝辣 啊 你们吵半天 总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吧 你是最快活手 你来说 嗯 那个 为了庆祝爹生官 我就请小红月吃个饭 结果 十天佑飞说 这个包奸是他们预定的 要用文斗来决定 文斗是什么 所谓文斗 不过就是对对对子罢了 对上来算平局 再还对方出题 但若是对不上 就要挨三十个嘴巴 看你们几个脸肿的程度 不会是一个对子 都没对上来吧 同样是顽固子弟 人家可以好好读书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 哟 看你的意思 是要帮他们出头 不然呢 不过是对对子 有什么能耐 一起上吧 我还赶着回家吃宵夜呢 无知小儿 那你先把这个对上 看你自信满满的样子 我以为你多厉害呢 木之下为本 木之上为末 木木木 松柏张森森 怎么样徐公子 还算工整吧 楚修加油 打中他们的脸 楚修为我 给徐天佑点颜色看看 还真有点能呢 这么轻松就对上了 这人到底是谁 你姓楚 楚玉红是你什么人 还没看出来吗 他是我哥 楚修远人模狗样的 没想到还有私生子 我说 这下轮到我出对子了吧 越圆越缺 越缺越圆 年年碎碎 木木朝朝 黑夜尽头 方见日 老大 怎么办 没什么头绪啊 闭嘴 让我想想 约好的时间已到 喂 你们去个人 抽他吧 小爷不服 我要跟你比头狐 徐天佑 你不要脸 你确定要比头狐 当然要比 不让小爷出了这口恶气 你别想走 看来是我忽略了 你想要左右脸对称的需要 我帮你把左脸抽起来 什么呀 你不守规矩 不跟你比头狐了 我们比 比英绿 好呀 不过司主管弦 都太俗气了 我们玩编中吧 编 编中 那还是不比英绿 比齐也 输一子三个巴掌 行 群许你们三个一起上 否则下起来没意思 下棋 是我的强项啊 徐天佑 我就是所用开工 一定满足你所有脸对去的需要 我不服 既然你文武双卷 那我会玩头子 如果这是你最后的心愿的话 那我成全你吧 我姑奶奶是太后 你给我等着 太弱了 真没意思 喂 事都解决了 楚一红 你跟我回家来揍 楚兄 牛啊 你们那是什么表情 怪恶心的 回什么家呀 既然来了就是缘分 一起喝两杯啊 嘿嘿 就是就是 慕兄 你可是我平生所见最厉害的人啊 过誉了过誉了 我哥他明天还要上书院 今天就喝到这了 改日有空 再向各位公子赔罪 慕兄 这就是你说的 打败你哥的姑娘吗 原来他是个男的呀 啊 所以他根本不是楚西 而是楚尚书的私生子 为了保护妹妹才男扮女装 楚兄真是个好哥哥呀 不行 我也得对我妹妹好点 所以 楚兄真是个男的 楚兄 咱们有空再聚啊 好说好说 下次一定 原来你是男的 怪不得爹凡事都找你商量 你有毛病啊 我是男是女 你分不清 拿你的嫁妆是给你面子 竟敢不知廉耻 纠缠到这种地方啊 这种不安分手挤的女人 就应该给她点颜色看看 陈兄 你干脆休了她 那今天就是打死你 也是你活该 陈欢伟 你凭什么叫到我大姐 红 你怎么在这里 嫁出去的女儿 就如泼出去的水 今天就是打死楚穴 闻不到你们楚家来管 谁规定 娘家不能管出家的女儿的 大姐这是 没想到关键时刻 还算有点气感 楚玉红最近很嚣张嘛 陈兄啊 这么多人看你 你今天要是怕了楚家 那就难做人了 谁打我 你们要是再管不住自己的嘴 下次就让你们连求救都喊不出来 好啊 你是楚玉红的帮手是吧 兄弟们 给我打 来啊 看谁的拳头硬 你倒是站起来继续打呀 打得好 你们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报仇的 玉红 我能跟你们回去吗 我 我不敢再回陈家了 当然要回楚家去 他们陈家厉害 我们楚家 不是好欺负的 谢谢你 玉红 还有这位姑娘 大姐你说什么呢 什么姑娘 她是我们楚家的二公子 也是你的二弟 这 我弟可厉害了 如此 见过 二弟 这个梗 就过不去了是吗 爹 你回来了 是恒儿啊 今天回来这么早 是不是钱不够啊 放心 你母亲那里还有好些古董 拿去当了 不是 爹 您看我 你老大不小的 是不是 该成家了 是哪家的姑娘 爹 人家是正经人家 书香门第 若是寻常人家 陛下他应该不会忌惮吧 既然你喜欢 就让你娘上门探他口风 只是咱家的情况 是知道的 对方不一定愿意 嗯 那个 若对方 是想 娶我呢 入住啊 绝对不行 你可是我们 牧家的毒苗 老爷真是不容易 还要靠你呢 当年二皇子谋反 沐皇后跟着自尽 老爷交出兵权 才勉强保住永宁侯府 管家 把老子的枪拿来 好 好的 爹 您不是说 练武别这么高调吗 谁说我要练武 我是要打死你 别打了爹 我只是看储蓄顺眼 想跟他在一块而已 我父亲是储大人的敌亲掌兄 爹爹去世前 把我许配给了同窗的儿子 陈怀伟 原来是表情 难怪没怎么见过 你只看不起我 陈怀伟 更是一言不合 就动手打我 这么多年了 难道你就这么忍着 我不止一次回家 求过祖母和沈娘 求他们支持我合理 祖母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就算被打死 也要死在陈家门上 还说我们楚家 出乡门底 丢不起那个人 是个老太太 还是这么自私 二弟 你们帮我合理一旁 大姐 你先去厢房歇息 我带玉红去找父亲 多谢你们了 臭小子 你还有脸回来 爹 我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还骂我 从未二弟来救我 不然 不然我都要被打死了 二弟 哪里来的二弟 我已经长大了 二弟既然已经回来 我是不会为难她的 出席要不是女儿身 你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真的是女的 女的这么猛 还有没有天理啊 你给我一边玩具 别在这里爱我 跟汐儿说正事 大哥只不过 请狐朋狗友喝酒而已 先遇到徐天又挑衅 又碰到陈怀伟打大姐 尤其是姓陈的身边 那几个人 话里话外 故意在挑拨 我怀疑他们 有意志向楚家 如今我新官上任 他们这么做 完全有可能 爹你放心 我今晚下手的时候 很有分寸 都是清赏 而且周皇后的 右弟周荣昌 孙太师的孙子 孙伯文等人 都有参与 要是有人借替发挥 找麻烦 你就拉他们一起下水 陈家虽有绝 但以无人在朝为官 恐怕是受人挑唆 我不管陈家 这次是被人当枪使 还是真的存心陷害咱们家 就冲陈怀伟 这样肆无忌惮地 殴打大姐 我一定要帮她合理 你们姐妹几个 都还没有说清呢 可我们楚家 出了个合理的女儿 必定对你们名声有爱 若是这些名门偏信异于 毫无明辨是非的能力 那楚家的女儿 何必往火坑里跳 你说得在理 但这婚事 毕竟是你大伯亲自定下的 旁人受到如此对待 我都无法置之不离 根框且是大姐亲自求我 这件事我管定了 就是大姐都被打了 我们一定要帮大姐 你还没走啊 你没 你让我走啊 那就一起出去吧 好的 原来你跟爹 都聊这些啊 怪不得他从不找我聊天 因为我压根就听不懂 那你听出什么没有 是不是有人想整咱们家 爹这个户部尚书 当然其实不太稳的 楚于红 那你说说 应该又怎么办 我 我觉得 我应该少惹事 竹子可叫也 你只要不惹事 保证你有好日子过 原来这就是有大哥照着的感觉啊 西妹妹 你卸下了吗 我就料到姐姐会过来 进屋里说话吧 二叔 他真的同意了 当然是真的 妹妹 我都不知道 该如何感激你 这几年 我从祖母 求到婶婶 他们谁都不支持我和礼 祖母甚至说 说干和礼 就让我自个儿吊死在外面 人说楚轩出嫁前 是赫赫有名的财迷 真的只有你 却因为没有父兄依靠 就被婆家随意欺辱 和礼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愿意 谁也管不着 不过此事说起来简单 我们还是要好好合计一下 好妹妹 我都听你的 祖母正带着陈家的人 往这边来 说是要拿轩姐姐回去受罚呢 陈家 这么快 来得好 送上门的脸 不打白不打 户部尚书家 真是好大的架子 不开始扯户部尚书家了 来者不慎啊 大姐放心 你和月儿就在屋里好身待着 我和彩莲出去处理就行 我今天倒是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这一道清早的 哪来的野狗在乱叫啊 你说谁是野狗 这就是你们楚家的待客 知道吗 楚家只待客 不招待泼妇 你们来得正好 我刚好有一件事要通知你们 给我听好了 我们楚家 要和离 谁同意他和离的 只要我还在楚家一天 我们家的女儿 就绝不合理 还是楚老夫人明示礼啊 来人 给我把夫人绑回去 夫人 恕婆子们得罪了 不好意思失礼了 有什么好失礼的 大安法典明文规定 擅闯明宅者 格杀无罪 还有这道好事啊 好 陈家人不能进 那我们楚家人 可以进自家的屋子吧 来人 进去把轩姑娘拖出来 谁敢 楚轩 别以为躲在娘家就没事 这个陈家 在楚府的地盘 都敢如此放肆 可见大姐在陈家的日子 在婆母和小姑眼里 就算被打死 也得老老实实 拿银钱供着你们 可惜从现在开始 我不伺候了 我楚轩 要跟陈怀伟和离 要跟你们陈家 狠断一绝 好你个楚轩 我大哥不过就是用了你点嫁妆 至于要死要活吗 那你们陈家为了钱 真是连脸都不要了 敢骂我们陈家 看我不打死你 慢着 看来眼下这局面 楚轩姐确实不宜和陈家合理啊 看来你想明白了 只要你把楚轩交出来 我陈家自不会跟你 我们不合理 但我们准备 修夫 只要你把楚轩交出来 我陈家自不会跟你们 我们不合理 但我们准备 修夫 纵横鸟界多年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要不你再给我一袋小米 我去陈家打探打探 这种人家一定有很多龌龊事 不用了 我一直都在试图打破这个世界的规则 可惜墙太后 撞得满头包 不过现在 我好像找到突破口了 大姐 你不用担心 西姐姐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大姐 咱们不合理不休期 直接修夫 你敢吗 有什么不敢的 总好过在陈家 被欺负死 可是 自古没有修夫的说法 自古没有 不代表不可行 我需要你们俩帮忙 怎么帮 规则之内必有漏洞 要熟悉规则 就一定能找出来 众外卿 还有何事上奏吗 陛下 臣要参护部尚书楚修远 纵字行凶 殴打世袭府国将军 陈怀伟 果然还是来了 启禀陛下 此事乃是陈怀伟 当街行凶 我而见义勇违 此事可有人证 回陛下 当时孙太师之孙 孙伯文 周将军幼子 周荣昌等数位公子 皆在场 因不满 程怀伟之恶行 亦有一举 臭小子 又给我到处惹事 陛下 冲突不一定是行凶 此事还是搞清楚的好 孙太师言之有理 请陛下明鉴 陛下 恕老臣多言 陈怀伟 素有恶名 而几位公子 素来贤名 此事 肯定有误会 救 救命 我不就是听贤王的话 猜一下楚修远吗 怎么感觉 得罪了大半个朝廷啊 孙太师说的有理 既如此 父亲燕 朕就命你调查此事吧 臣 遵旨 楚大人 请留步 是李大人啊 是有何事找我商议吗 下个月 我家老太爷大寿 您可一定要带着令狼 赏脸呢 李大人太客气了 成蒙您看得起我家 那个臭小子 楚玉红的臭小子 可算出息了 还能给我正点面子了 楚兄啊 二公子如此出类拔萃 你就等着他光宗耀族吧 我家敌女啊 跟二公子年纪相仿 原来说的不是楚玉红 而是楚西啊 这个再说吧 两位大人聊什么 聊得如此投契 不如说出来 让小王爷听听 见过陈王殿下 殿下 陈海有公务在身 先行告退 还好没说什么 大逆不道的话 楚大人真是养了个好女儿 不止有人求娶 还有人想招血 误会啊殿下 都是误会 楚大人这户部尚书的位置 坐得可还舒服 西丫头说过 这个尚书之位 得来定有贵人相助 难道就是陈王 臣多谢殿下提拔 可是之前一直未曾说破 如今突然找我 是为什么呢 楚大人不必多礼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本王不希望看到楚家 私自议论楚西的婚事 否则 本王会不高兴 谢义给皇祖母请安了 义儿来了 快过来看看 哀家的手艺如何 皇祖母的手艺 自然是极好的 义儿可知 这插花 也是有讲究的 要修掉多余的 才能好看 比起这种精致的宫廷插花 孙儿可能更偏爱原野里肆意生长的草木 你非要跟哀家作对是吧 王祖母息怒 孙儿是个粗人 不懂心声而已 你们退下 哀家跟陈王有话说 是 太后 你果然是翅膀硬呢 听说你不但动了老大和老三安排在六部的人 还把楚修远扶上户部尚书之位 皇祖母慎言 孙儿不过查了一桩贪污案 至于其他的 自然是父皇胜利 群臣得利 那哀家再问你一次 你想要那个位置吗 就为了一个楚西 你就要跟哀家撕破脸 值得吗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 只是人生才是 总有自己想要的 无论你想如何 我老太婆和齐国公府 总还有点价值吧 现在撕破脸皮 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帮着我 太后和齐国公府还能帮谁 宫里皇子虽多 与太后您血脉相连的 唯我一人而已 你 你 无论我想做什么 看着母妃的面子 终究会保齐国公府安稳 多谢皇祖母多年栽培 从今以后 您就好好移养天年吧 孙儿的前程 就不老皇祖母挂怀了 后宫终究掌控在哀家手里 你就不怕你母妃 有个三长两短吗 从今以后 您就好好移养天年吧 你就不怕你母妃 有个三长两短吗 皇祖母果真是年纪大了 竟忘记如今执掌封印的是周皇后 我想周皇后她并不希望看到您月祖带袍吧 太后 王爷已经送出去了 她真有本事啊 连周皇后都能勾结上 怪不得敢这样跟哀家撕破脸皮 太后 护部尚书是重臣 她家的女儿也配得起咱们殿下 殿下既然喜欢 您又何必阻拦呢 说哀家当真成全她 她越发不把哀家放在眼里了 可如今 太后和齐国公府都别无选择 唉 当年选择走这步棋 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殿下大下光临 不知可是有什么吩咐 听说天佑表哥 昨晚在翠红楼吃了些亏 我特意过来看看 多谢殿下挂怀 只不过是小孩子之先 玩闹输了而已 那就好 打人者是户部尚书储家的 都是自己人 舅舅莫要与人为难才是 自己人 看来 坊间传闻是真的了 陈王有异于 楚家的那个女儿 原来如此 臣知道了 说起来天佑表哥的性子 也磨得差不多了吧 吏部正好有个六品空缺 找个机会顶上吧 多谢殿下 对了 我刚从皇祖母处过来 他老人家心情不大好 唉 说起来是我不孝 顶撞了他几句 我记得舅舅之前说过的 孩子大了 总不能一直居着 说起来 王祖母也是时候 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殿下放心 臣知道该怎么做 真的是小郎君亲口说的 不让你们帮我一亲吗 我拿这个骗你干嘛 你不知道 陈王突然出现在我和常大人背后 吓死老夫了 可以啊 小郎君 赶脚和我的桃花了 女儿 你既有意于陈王 便和那些小活也断了吧 好好学学 什么叫贤良舒德吧 女人就必须温顺乖巧吗 楚萱姐姐够贤良舒德了吧 你看陈家是怎么对她的 陈家属实欺人太甚 真当我这个二品大员是吃素的 合理 必须合理 啊 对了 忘了告诉您了 改成修夫了 修夫 爹爹放心 此事不用楚家出面 今后有什么事 都是我楚西 一人做事一人当 可是 这世上哪有女子修夫的 就因为如此 我才想为天下女子 开这个先例 男女都是人 不是吗 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 所以我替她们先走 唉 这丫头 寻常女子的路不走 偏偏要走最难的那一条路 不知为何 我现在对西丫头 总有种莫名其妙的信心 仿佛她身上 自带一种令人臣服的力量 老爷 夫人 你怎么出来了 老爷近来 为西儿的事多有费心 我让人炖了参汤 给老爷补补 西儿是我的女儿 我定当为她筹谋 倒是夫人 还是要好好注意身子才是 切身 多谢老爷关心 对了 西丫头的亲事 你不要为她张罗 宫里头 可能还有安排 切身 知道了 原来是陈王啊 怪不得我弟弟 最近在大理寺顺风顺水 原来 是沾了她的光 还是夫人明智 顶着压力 没给小姐一亲 等大小姐 嫁入陈王府 夫人便可扬眉吐气了 可惜啊 终归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原告楚宣 创告夫君陈怀伟 人品低劣 不忠不孝 残暴不仁 虐待妻妻 还盗窃妻子嫁妆 故儿提出修夫 并要求 陈家按律 返还储宣 所有嫁妻 修夫这种事 第一次见 怎么办好呢 大人 这两方都不好得罪 还是要小心谨慎呢 哎呀 到底是哪位神仙 给我整事啊 呵呵呵 好 修夫 闹这么一出 谁还敢娶她家女儿啊 看哪 哎呦 敢做这种事啊 我们女人的脸都被她扭光了 妹妹 她们家组长 我们还是算了吧 修夫这事 太难了 那你是愿意回陈家 再过那水深火热的日子吗 好你个楚炫 竟然还敢修夫 你活腻了吧 希望这一巴掌 能打走你心里 那最后一点的几率吧 住手 宫堂之上你干什么 我就是拿你几颗破珠子了 说起来我还嫌晦气呢 已经你那短命爹 是得脏病死的 我那些嫁妆 也是脏东西 陈怀怀 从头只为你们家娶我 都是为了嫁妆 说起来我还嫌晦气呢 毕竟你那短命爹 是得脏病死的 那些嫁妆 也是脏东西 陈怀怀 从头只为你们家娶我 都是为了嫁妆 父母双亡 爱家无靠 是得脏病死 沉默死我 再用我的嫁妆 贴你们家的坑 嫁妆多有钱又怎样 真是好算机啊 六年前 陈州大水隐发瘟疫 家父筹集药材 就几栽民 最后积劳成绩不治而死 家父骨灰出城时 万人相送十里 陛下亲自 为国为民 忠臣良力八个字 他一生为民 就算你们往他身上破无数的脏水 他也是清清白白 污蔑忠良 案率是可以流放的 只是没想到楚家 还有这样忠良之臣 我楚宣今日要秀夫 一定要秀 你们要骂尽管骂吧 当你们家的女儿 也遇到这种男人时 且是你们还能劝他贤良输得吗 老爷 开上堂了 唉 这妻子不像妻子 丈夫不像丈夫 这都叫什么事啊 宿记 申堂 大人 自古以来 哪有修夫一说 他们分明就是没事找事 请大人 一定要严惩 大人 此人在宫堂上公然殴打原告 犯袍笑宫堂之罪 又在大庭广众之下 污蔑忠良 蔑氏皇威 恕罪并罚 也请大人明察 等等 原告被告都在 那这位姑娘 你是什么人啊 回大人 小女子楚西 是原告的宋师 胡闹 自古 哪有女子做宋师 既然原告宋师未到场 那就择日在审 退堂 慢着大人 小女子敢问大人 大安律 有没有规定 女子不能做宋师 大安律确实没有明文规定 公堂乃是最讲法律的地主 若是连福尹大人都不依法办事 那整个国家 便无半分法度可言了 大人现在 还要退堂吗 你继续吧 多谢大人 既如此 刚刚被告案律 当时已葬行 本将军是世袭的三等辅国将军 我看谁敢打我 等的就是你这句蠢话 历朝历代 世袭爵位对朝廷都是一种负担 尤其是陈家这种成天惹是生非 还要吃白石领俸禄的人家 简直就是国制著城 大安的皇帝之所以成立宗政司 就是为了整治这些惹是的二世祖们 此事应移交宗政司处理 言告诵诗还是言归正传 说修夫的事吧 大人 可否准许我呈上物证 你有物证就呈上来吧 抬进来吧 这是书 这就是你说的物证 书谁家没有 本将军可以给你十罗筐 苏京 公堂之上 静止血火 说起来 这个陈怀伟不过只是个虚句 竟如此不给本官面子 嘿嘿 等移交宗政司时 本官一定要把他的罪名写重一点 原告诵诗解释一下吧 大人 这是本朝开国易康皇后所著 列女传 其中有一则 忠烈夫人 说的是晋朝大将 葛阔的夫人百世 修夫的故事 葛阔北征草原时被俘 便捷投敌背叛国家 百世之道此行后 愤然写下修书 与其恩断义绝 请问大人 百夫人能在 列女传上留名 是不是能说明 她所作所为和情 这 确实合理 但 这乃是晋朝的事 而我大安国 并无修夫之事 师爷 因你之间如何 百夫人修夫 乃是其夫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可是原告与被告 都是夫妻间的小事 何以见得到修夫这么严重啊 夫妻间的小事 这一落书是大安所有的律法典籍 可没有一条书不准修夫 而且陈华伟身为侯爵 不思进取 胡作非为 拾君之路 不能为君非忧 视为不忠 不满先父定下的原配夫人 视为不孝 残暴殴打妻妾 视为不仁 随意辱骂忠良 盗窃妻事 嫁妆视为不义 那么大人 你现在告诉我 这还是夫妻间的小事吗 哦 你居然能比夫妻大人改日再判 你太厉害了 儿弟啊 不是 儿妹啊 也不是 姐啊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姐 这事能成还多亏了大姐和月儿长的史料 目前是我的功劳 姐 你以后就收我当小弟吧 呦 当初是谁管我去赛马来着 哎呀 多数误会 误会啊 这丫头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老爷 小姐回来了 你在今朝隐衙门闹那么一出 到底想干嘛呀 采连传话 说你让福尹将此案上成刑部和礼部 这到底是何意呀 阿萱姐姐万贯家财 还有你这个二品大员的叔父 想合理 尚且做不到 那其他一无所有的弱女子该怎么办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大安的律法不合情不合理 所以想改一改 哦 原来这大安国已经是你说了算 请罪折子我都帮你写好了 你抄录一下 呈给皇帝吧 你总还是不如 与你共勉 华秋当个月下 殿下 东边有消息 拿进来吧 殿下 这是刚收到的急信 看来这一战 在所难免 殿下您放宽心 如今户部 都已安插上咱们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静东总督 五哥希望能与我理应外合 将他除掉 当您为了陷害忠良不惜叛国 这种人 早该被捉 为人臣听命行事吧 只是我那好大哥 为了争权 竟然吃力爬外 自断臂膀 康王和郑家 竟然还帮着 谢家这点家业 若落在他们其中一人手里 离王国也就不远了 你去吧 不要留活口 是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谁给你的胆子 来 冷静 敢闪闯陈王府 冷静啊 自己人别动手 蜀姑娘 蜀姑娘 你听到什么了吗 看来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碰巧你们刚刚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那您想 依我看啊 当然是分析一下 有没有必要干掉静东总督 毕竟三军未动粮草先行 不然万一这王八蛋 坑了那位五爷 然后牵连到你怎么办 看来这个世上 冲轨是有人真心实意在意我的 蒙东阳 你先退下吧 是 殿下 所以 这三更半夜 姑娘究竟为何而来 心情不好 想找你聊聊天 结果门房说太晚了 不会客 我只好溜进来 心情不好的时候能想到我 不错 来人 拿酒来 蜀姑娘既然心情不好 那我便陪你喝几杯吧 只是不知 你为何心情不好 因为蜀萱修夫的事 没有做成 小郎君果真耳目众多 什么事都瞒不过他 我马上要做一件 离经叛道的事 当下心里有点没着落 离经叛道的事 你不是已经做过许多了吗 这次不一样 如何收场才是关键 既知此事困难重重 当初你为何要去做呢 我如今有姐妹 将来也许会有女儿 有孙女 我不希望他们将来沦落到 就要天天不应 较低地不灵的境地 所以你才一定要开 修夫这个心力吗 我的师父们 偶心力血教导 是希望我做个 顶天立地的好女儿 无论成不成 至少我努力过 我不想随波逐流 然后沦为傀儡 好一个不想做傀儡 可笑着大安国最大的傀儡 不就是我吗 热酒裂 你慢些喝 谢意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样 比起你平时柔弱微笑的你 更像真实的你 比起平日里 斯文文雅的你 我更喜欢 现在的你 我很高兴 你心里难受的时候 能想到我 终于吃饱了 她看着瘦瘦弱弱的 为何如此能吃 经此彻夜长聊 你我之间 也不是外人 只要你开口 我一定帮到底 楚姑娘的话 谢意铭记在心 既然是你亲口所说 那我便当真了 你还在这里啊 话说咱们以后 都是自己人了 我跟你家王爷的关系 已经经非西比 什么关系 这个楚姑娘实在 太不体贴了 明知道主子身体不好 大晚上还来 找主子喝酒 哎呀 当个酒内知己 不亏 如果你敢对主子 使乱中气的话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等等 王爷才是男人 使乱中气这个词 好像不是这么用的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家主子的 记得告诉 暗卫处的兄弟认清人 以后没事别拦我 他等陈王府是什么地方 各位爱卿听说没有 近日京都有一奇事 乃一女子 尚告经诏营府 要求修复 竟然提修复 此女真是胆大妄 启离 启离陛下 那女子正是户部尚书 楚修远长女 此女离京叛道 户部尚书 有管教不严之责 楚修远 你有什么话说 陛下明见 小女之举 虽今世害俗 却有理有据 且合情合理合法 你家女儿此举 首先是女德有亏 敢问忠义大人 我大安王朝 是以女德治国 还是以礼法治国 女德有亏 与我国礼法有何干险 况且 修复明显 为情又为理 臣记得 易康皇后所编撰的 《烈女传》 《忠烈夫人》中的百夫人 就有修复一举 原来在大人眼中 易康皇后竟未违 被情理之人立传 还大肆传播 这 易康皇后是陛下的 嫡性曾祖母 世人皆知的一代贤后 谁敢说她一个不字啊 启禀陛下 前日几位贵族子弟 打架一事 臣已查明 费殴打者 正是修复案被告 臣怀伟 臣怀伟在大庭广众之下 差点打死其妻 臣之妻楚宣 戏忠两之后 按父亲所言 此事确情有可原 经召营府的折子 朕已经看过 辅国将军 确实人品堪忧 只是 他们几个 终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架 轻以为该如何处置 陛下 正好修复案还没个结果 不如就罚涉案的几位公子 每人写一篇策论如何 这主意不错 那就这么定了 陛下圣明 你说什么 皇帝竟然同意写策论来议论此事 比我预想的要好 老曹 准备纸笔 大小姐 老爷特意嘱咐 让你千万别写什么策论 毕竟本抄女扮男装参加课举 是犯法的 那这里做个女人怎么这么难 随便做点什么 不是违背礼教就是犯法 姐 姐 不 老大 救救我 楚兄 还有我 救命啊 楚兄 也说这些小策略 不是难得的机会 从这些不好 就把我所有的策籍去读书 想写的写不了 不想写的被逼着写 这世界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 这倒是个好机会 孙兄 要我帮你代笔也行 但是 你得先帮我个小忙 爷爷 这是我就修复爱写的策论 您给点评点评 这么快就写好了 拿给我看看吧 爷爷 你看怎么样啊 说吧 这是哪位大才子给你带的笔 爷爷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自己写的 无人带笔 你要有本事写出这种水平的策论 早就科举基地了 这是起军之罪 你知不知道 不过就是篇策论而已 陛下看不看还不一定呢 楚西说 爷爷能一眼看出端倪 果然一语中递 说 到底是谁给你带的笔 是我新认识的一位 楚兄 知道我写的 熊 难道和楚修员有关 既如此 明天便以你的名义 约他来府上一句吧 这位姐姐 难道孙兄请我来 便是在这里喝茶的吗 公子稍等片刻 是老夫请先生过来府上的 听闻是先生 知道我那不成器的孙儿 写了篇策论 晚辈拜见孙太师 看先生 丝毫不意外的样子 想必那篇策论 是先生故意为之了 太师息怒 晚辈怎敢算计太师 只是晚辈一见女流 想见太师一面 属实不意 不才师此小计 什么 你竟是个女子 我夫竟没看出来 她是女扮男装 你一个小女子 费尽心机想见老夫 这是何意 此人才华横溢 若是入室 宫官败相不成问题 只可惜 晚辈这样做 乃是有一个名流轻使 甚至被后世 立庙封神的机会 献给您 太师 家父楚修远 最近沸沸扬扬地 修复一事 便是我帮我 那姐姐楚轩状告的 晚辈这次来 是想求您 向陛下上书 同意修复 此事若成 您就是为天下女子 谋福祉之先驱 开天辟地 第一人也 开天辟地第一人 不过这天 是妇人的天 与老夫何干呢 太师此言诧异 若您答应此事 日后天下女子 从婚姻不幸 或想修复 少不得要拜拜您 而且后人论起礼法 或评价本朝 事情兴衰 少不得也要提起您这位 鼎鼎大名的先驱 谁说一定是名流轻使 万一遗臭万年怎么办 好吧 既然太师顾虑如此多 那这个机会 就让南山先生独享吧 等等 你站住 你说动了 陶南山帮你 孙太师可曾听说 陶山长最近破格 收我哥处于洪入学 他之所以愿意 开这个先例 是因为辩论 输给我 而辩论的主题 就跟修复有关 我想让山长帮忙上书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我哥录取的事 我确实有所耳闻 原来 就是因为他 若此事真做成 南山先生 这是十拿九吻 晚辈拜见桃山长 是楚西姑娘吧 进来吧 多谢山长不计前嫌 愿意接见晚辈 晚辈此次前来 别的事先放放 老夫先问你一句 楚玉红是你故意派来 南山书院的卧底吧 啊 这是哪跟哪啊 这么大年纪 连启蒙书都没够完整 楚玉红简直是我 南山书院的陈如 你姐爱顺变 谁让你歧视女子 不说我妹妹 这都是报应 你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来气死老夫的吗 当然不是 我是特意来找您 论理的 又来论什么理啊 老夫算是怕你了 哎呀 就是关于修夫这个问题 有些疑问 那想跟您辩论一番 嘿嘿 只管您输了 就是我的理论无措 想请您上书陛下 做成此事 用不着论理了 老夫愿意帮你这个忙 啊 您这样就答应了 修夫这事 老夫了解前因后果后 也觉得你这个小女娃的话 有几分道理 好家伙 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什么 孙太师那老古板 竟然肯帮她 老师居然也答应了 她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可能 因为她是储夕吧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该不会是 某人在背后 偷偷帮了她一把呀 我会认为她的